哑乡里头望穿一声进来才刚出口 就听侧方向也有一个声音传来 也是个女声 是道 喂 拿点心那两个 你们等一下 凤与恒和黄泉齐齐回头 但见一人正朝他们这边走来 淡蓝长裙丫鬟发迹 却一脸傲瑟 赫然是那和天府通判身边的丫鬟 而在那丫鬟身后跟着的 则是一脸苦涩的通判大人 黄泉上前一步 不着痕迹地把凤与恒给挡了起来 然后瞪着那丫鬟不客气地道 你是在叫谁呢 那丫鬟挑眉 你们拿着点心 自然是叫你们 黄泉是皇子身边的人 就算被送给凤与恒 那也是郡主身边的人 就算当初还是左相的凤锦元 都不敢给他脸色看 他岂能受个区区通判丫头的气 当即就翻了脸 不会说人话 就把你的嘴给姑奶奶闭上 别以为穿个破袖花的裙子 就真当自己是有多尊贵 连正经的刺绣都不是 还好意思往外显摆 要当丫鬟就好好当 记好自己的本分 不想当丫鬟 那就再奴把力 让你的男人有本事 把你收了房 正房肯定是没戏了 好歹给个小妾当当 也不至于没名没份的 就出来张扬 自己没脸也就算了 可别连累你身后的男人一起丢人 黄泉劈头盖脸的一通骂 直接就把那丫鬟给骂猛了 不止他猛 身后跟来的那位通判大人也猛了 随即打了个机灵 他为官多年 这点判的能力还是有的 他的丫鬟嚣张 那是因为觉得他能给他撑腰 可对面这丫头的嚣张 看起来似乎不是他这边这样的关系 如此一来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雅香里的主子大有来头 一想到此 他赶紧上前一步跟黄泉问 敢问姑娘是从哪边来 黄泉白了他一眼 京城 那通判一哆嗦 狠狠地瞪了自家丫鬟一眼 然后立即陪李道 误会 都是误会 二位姑娘请别见怪 他身后的丫鬟也反应过来 虽然还是有些不服气 但也不得不住了嘴 按说这事多半也就结了 可凤雨恒却心思一转 开口问道 平白无故叫住我们 可是有什么事 通判刚想说没事 那丫鬟却又抢得到 看你们手里拿的点心不错 我们夫人正想吃 想给你们买一些 啊 黄泉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 凤雨恒却觉得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于是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这事儿 我们做奴才的做不了主 还请二位跟我家主子商量商量吧 说完 不等那通判阻拦 伸手就把船舶门推了开 然后扬声道 少爷 少夫人 门外有两个人 想要买咱们的点心 这话一出 那通判就再无法回避 只好带着那丫鬟 硬着头皮走了进来 再一瞅 里面二人却是十分年轻 不由得在心下合计起来 这八成是 京城哪位大观原家的公子吧 望川原非二人 早看到凤雨恒进来时 偷偷挤了两下眼睛 二人当即明白过来 就听望川道 一些点心而已 送一些便罢 谈什么买不买的 不过 他看向那通判 送些点心不是什么大事 但好歹 也得让我们知道 这点心送给了谁 那通判没等说话 身后的丫鬟便开口道 这位是何天府的通判 陆大人 在他心里 郑六品的通判 已经是不小的官僚 更何况何天府离京城最近 本就比其他的省府 更为要紧一些 对面这二人如此年轻 能是什么正经主子 多半是商谷妇人家的公子 见到官员 还不得立刻下跪 他却不知 除他二人外 雅乡里另外四人 可都是跟皇帝皇子们混的 区区通判 在他们眼里 什么都不是 望穿笑了起来 看了元妃一眼 原来是何天府通判 然后竟是绕开这个话题 突然说了句 临出门时 父亲说他二十年前 埋下的杏花酒 就快要开谈了 让咱们大年之前赶回去呢 这话一出 元妃心中立即一动 随即看向那通判 看了过去 他是暗卫 一身戾气 虽被华府掩盖去不守 但气势仍在 这一眼 看得那通判后心都发凉 出了一身冷汗 随即 就听对面的年轻公子 沉生到了聚 元妃的一句家父右相风情 差点没把那通判给下跪下 他身后那丫鬟 毕竟见识短 还没太明白 这句话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瞪着大眼睛 站在那里不明所以 凤与恒微笑着好心提醒了一句 所谓右相 便是指当朝又成相 正义品大员 朝堂中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那丫鬟一哆嗦 腿下打颤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黄泉冷哼一声 点心你还要不要 那丫鬟哪里还敢要点心 只一个劲地跪着磕头 凤与恒看了一眼 没说什么 却是对望川使了个眼色 望川心领神会 但笑着看向那通判 开口道 既然也是大顺官员 便无需太过拘谨 父亲虽是正义品大员 但我家少爷 却是没有什么功名的 对于假装又相辅公子一事 望川做起来 倒是得心应手 凤与恒想 从前望川定也是 做过类似之事 甚至那坛杏花酒 也颇有些典故 以至于他一提之下 原非就心领神会 通判听望川如此说 却并没有轻松之色 对方虽说并没有功名 可人的名书的影 当朝又成相 那可的确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啊 虽说心下 对这一伙人所抱的身份 还是有所怀疑 但他想 宁愿错认 也总比怠慢要强 万一是真的呢 更何况即便不是 对方竟然敢冒认 这么大的官亲 想必也是有些来头的人 总之 他招惹不起 凤与恒搬了一只小椅子 给他通判 大人请坐 通判立即点头道谢 然后屁股 只着了椅子边沿 轻轻坐下 原非面色沉闷 不愿多话 与之交谈一事 便都由望川来进行 见那通判坐了下来 望川一边示意黄泉 将点心给那丫鬟递过去 再由凤与恒 分出两块 摆到那通判身边的小桌上 那通判哪里敢吃 只拘谨地坐着 听着望川 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闲聊 不知陆大人此行 是要去哪里呢 他之前听黄泉说起过 这一行人要往北界一事 是才又接受凤与恒眼神示意 这才故意有些疑问 那通判一听这问话 脑子里迅速地打了个转 极尽全力搜索了一番 自己所知所闻的 有关于右相风情 与北界端木家关系的一些事情 随即判断出 右相至今并无明确地表明自身立场 三皇子失事时 他也没有打压 得事时也未见有意靠拢 至于其他皇子 也没见他多亲近 总的来说 应该是处在一个中立的位置 有了些番判断 他略放下心来 老实地道 下官是往北界去 端木都统大寿在即 下官是去为其助寿的 这样说 一来表示诚恳 二来也是想要借此震慑一番 那丫鬟听出他心意 便挺了话 说了句 我们家陆大人的三女儿 嫁到了北界 是端木大都统的第十二房小妾 最为得宠 他说这话时颇有些得意 在他看来 丞相虽大 可北界是大顺国门所在 端木一家 俨然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陆大人寄予端木一家友亲 身份自然就不再是 单纯的六品通判 哦 望川看了陆通判眼 笑道 原来还是端木都统的丈人 不敢 不敢 陆通判下的一脑门子汗 不由得又瞪了那丫鬟一些 喝了句 多嘴 随即再对望川道 少夫人严重了 小妾而已 怎当得起丈人二字 少夫人且莫要在折杀下官僚 望川轻笑 陆大人看起来不过中年 家中小姐 怕是与我这丫头 也差不得几岁吧 陆通判有些尴尬 半赏 点了点头 小女是今年年初十嫁过去的 出嫁十才 刚刚几记 哦 望川点了点头 偏头跟原非道 听父亲说起过那位端木都统 据说已经年过五十 但老当一壮 伸了骨 却还是很好的 原非一沉声道 端木都统常年镇守北界 冰寒之地最是炼体 自然身强体壮 比之中原四十左右的男子 也无不足 看来北界还真是个好地方 望川笑盈盈地说 可惜我们只是到青州便停下 又快到年下了 不然还真想到北边去看看 原非眼睛一亮 立即说了句 夫人若是想去 待年后 魏夫陪你走一趟便好 咱们也到端木家 去讨完北地的寒茶喝 望川脸颊泛红 微低了头去 却不知 此一番互动 看在男路通盼眼里 却是让他稍微地放下心来 至少这少爷和少妇人 不像是很排斥北界的样子 看在端木都统的面子上 今日应该不会让自己太难堪 望川不着痕迹地看了凤雨横一眼 见对方微微点了头 这才又笑着对那路通盼道 往北界中途遥远 还望路通盼这一路上平安无忧 点心放久了不好 拿回去给夫人吃吧 路通盼如获大赦般 赶紧起身告辞 带着那个丫头出了船舱 黄泉跟着他们到了舱门口 贴着门听了一会儿 然后冲着里面点了点头 望川这才敢开口问凤雨横 小姐 可是那路通盼有问题 凤雨横耸了耸肩 找个地方坐了下来道 她本身肯定是有问题 但她的问题跟咱们没有关系 我之所以把她引了进来 就是想确定一个事情 按说北界投敌一事 虽然并没有昭告天下 但随着三皇子的事情一出 大大小小官员多少也该明白 端木家大势已去 即便一个小小的通盼 脑子没有那么灵活 可一个正六品的官职 想要巴结端木安国 还是太吃力了些 我说 他们怎么就能有资格 去给端木安国祝寿呢 原来是送了个女儿去当小倩 凤雨横眉心紧锁 越说越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劲 因为女儿嫁给了端木家 所以才能去祝寿 她游子呢喃着 忽然神色一动 不对 望川等人立即看向她 就听凤雨横诱道 反了 小小通盼 北界离得那么远 居然能把女儿嫁过去 这中间的线 到底是谁给她签的 又或者说 她跟端木家 原本就有些瓜葛 凤雨横目露惊光 冷哼一声道 也好 正愁进不去都通府的大门 这路通盼一家 倒是一个突破口 黄泉不解地问 小姐可是有什么打算 凤雨横摆摆手 站起身来 打算肯定是有 但 容我再好好想想 你别说话 容我好好想想 月寒宫的厨房里 凤子瑞与英草二人 并排在灶台边坐着 子瑞两手交握 断了小指的左手放在下面 断指出的纱布依然缠着 她每日都会被接到太医院去 姚显会亲自进宫 来给她换药 然后再让人送回月寒宫 住了几日 子瑞越来越觉得 这月寒宫不大对劲 她向来是个心思细腻的孩子 自从进了这月寒宫 几次三番 想要给云飞娘娘请安 都遭到了拒绝 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同意了 却也只是让她在门外问候一声 里头有人答应 却借口还没睡醒 就把她给打发了回来 眼下还没到害时 子瑞一边算计着 一边打量这间小厨房 她怎么说 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孩子 从前哪怕是在凤府里 一到了这个时候 厨下都会给各院的夫人小姐们 预备些宵夜 要么熬甜汤 要么就是备着小点心 宫里头的娘娘多尊贵啊 厨房里怎么说 也该备点燕窝之类的东西吧 她本来是饿了 可到底是寄人屋檐下 下人不给上点心 她怎么好意思开口去要 这才琢磨着 带上樱草到厨房来偷 结果进来一看 厨房里空空如也 除了生的肉和菜 其他的啥都没有 肚子咕噜地叫了声 樱草看了看子瑞 小手也按到自己的肚子上 她也饿了 可是小哥哥带自己 到这地方来干什么啊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紫瑞又在灶台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心思一动 跳了下来 右手食指竖在唇边 对樱草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两个孩子偷偷摸摸地 出了厨房的门 在紫瑞的带领下 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一片头就能看到 观月台前面的院子 紫瑞抱歇坐在地上 越看越觉得奇怪 这月寒宫的下人们 睡得也太早了吧 这还不到害时 怎的院子里静悄悄的 连个走动的人都没有 小宫女睡了 姑姑也睡了 那些据说平日里 都藏在暗处的暗卫 也没见出现过 他分析着 他俩这么鬼鬼祟祟的 如果是郡主府的暗卫 早就出来抓人了吧 可为何 这明明应该防守 最为森严的地方 如今却松懈至此 樱草靠在墙上 迷迷糊糊地想睡觉 他跟紫瑞商量 小哥哥 咱们回去睡觉吧 樱草好困 紫瑞看了他一眼 想了想 起身道 好 我带你回去睡觉 说完 拉起樱草台步就走 可是走的方向 却不是自己所在的客情 而是云飞的寝宫 两个孩子就这么走着 一路上也没遇到什么阻拦 直到入了云飞寝宫范围后 终于听到一个冷冰冰的女声 自上而来 站住 紫瑞站住脚 小声告诉樱草 别怕 然后仰头扬声问 是哪位姐姐当职 我是凤紫瑞 突然 他眼一花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 眼前就出现了一名女子 一身白衣打扮 面容沉冷 凤家少爷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凤紫瑞突然冲着他笑了一下 然后轻声开口 说了一句 让这暗卫大惊的话来 有什么不能来的 云飞娘娘又不在宫里 阿恒 不要让我的心思白费 紫瑞的一句话 唤语那暗卫一瞬间的惊讶失神 虽说很快就调整过来 但还是被欣喜的孩子 捕捉到其中一样 紫瑞眯着眼睛笑着道 暗卫姐姐 我说的对吧 那暗卫立即否认 胡闹 云飞娘娘不在宫里 还能去哪儿 那就要问你们了 紫瑞贪手 我反正是不知道 不过如果你们也不知道的话 那等明日我外公进宫时 我跟他提提 让他禀告皇上 相信皇上听说之后 定会派出大量人力去寻找的 嗯 说不定他自己也会出宫去找 哎 皇上出宫 万一被有心之人知道了 那可是要出天大的事啊 这孩子一副小大人时的担忧语气 听得那女安卫后辈 阵阵发凉 虽然他想不明白 这小子是如何得知 云飞娘娘不在宫中的 但人家能说得如此坚定 必是发现了端倪 更何况这小子万一跟姚神医说了 这暗卫越想越心惊 在看向紫瑞时 心念一转 立即便明白过来 如此威胁必有所图 说吧 你想做什么 紫瑞面上浮现了一丝得逞般的笑容 若熟悉的人看了 定会发现 这孩子现在的神情跟他姐姐凤语恒 那是越来越像了 送我们出宫 紫瑞对那暗卫说 只要你能把我们送出宫 我就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 你要出宫 那暗卫一皱眉 随即摇了摇头 不行 你住在越寒宫 是殿下和王妃安排的 也是得到了皇上首肯的 不可以出去 更何况 你每日都要到太医院去看伤 如果出了宫 岂不是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绝对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紫瑞一学着他的样子 皱着眉道 你们既然有胆子 把云飞出宫这种天大的事情 都给瞒了下来 怎么 我一个小小的孩子出个宫 你们就没本事瞒了 去太医院的事情好罢啊 你们只要买通一个太医 请他每日来越寒宫走一趟 一丝一丝不就得了 我外公那边更好办 干脆一推625 就全都说这是云飞娘娘的旨意 不就完了 难不成 还有人胆敢跟云飞娘娘试问真假 面前的女子一脸苦涩 感情这小子 把什么事 已经给安排好了 就等着他上套呢 怎么这事 偏偏就让他得赶上了 他怎么就那么倒霉 无奈地叹了口气 告诉紫瑞说 此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需要跟管事的人商量一下 你且回去睡觉 明日一早 我便给你答复 紫瑞点头 行 那你们就好好考虑考虑吧 好好想想 云飞娘娘出宫这件事情 能够引起的一连串严重后果 又是一个威胁的小眼神 之后终于拉着樱草 回了自己的客气 这一夜 岳寒宫里的知情人 因为云飞出宫 被紫瑞戳穿一事 进行了整整一夜的讨论 他们觉得 紫瑞的身份比较敏感 打也不能打 骂也不能骂 求更是不能求 除了像祖宗一样 供着 别无他法 如今出了这个事 除了答应他的要求 似乎也再没别的办法 于是 他们最终讨论决定 送紫瑞出宫 而这一晚 玄天明的大军 也正走进一处山口 准备在山里过夜 然后翻山绕过那段水路 初冬的夜里急冷 山口的冷风吹来 更是像刀子一样 生生地往脸上挂 将士们倒是身强体壮 都有功夫在身 再加上常年都在山里扎营 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恶劣的天气 却唯独苦了白芙蓉 这丫头 已经把自己包裹得像一只粽子 却依然觉得寒冷难耐 这丫头此时上下 牙齿齐齐地在打着哆嗦 一会儿看看玄天明 一会儿又看看白泽 再回头望望那些 看起来完全没什么反应的将士 挫败地低下了头 他觉得自己简直弱爆了 所有人都好好的 救他冷得不行 可是 真的很冷啊 风顺着山口 从深山里头直观而出 他要不是死死抓着缰绳 非得从马上被吹下来不可 白泽偏头往他那处看了一眼 他觉得这白家小姐 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明明就是个娇弱的大家千斤 却要代替一个刀枪剑棒 都不在话下的继安郡主 这样的罪他哪里遭得了 万一一会儿不小心从马上栽下来 那岂不是穿了帮 他这样一想 赶紧就打马到了白芙蓉身边 正想解下自己的披风 给白芙蓉披上 这时 就见玄天明已然将自己的披风解下 长臂一伸 亲手披到了白芙蓉身后 伸出去的手 很快便又收了回来 马却往白芙蓉这边靠了靠 小气提醒他 再做得直一些 白芙蓉感激地看了玄天明一眼 二话不说 先直了身子 然后马里地用那披风 又给自己裹了一层 白泽赶紧跟身后将士撞丝闲聊地说 郡主近日身子有些不适 许是从秋入冬 有些小风寒 将士们一个传一个 总算明白 为何郡主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大军进山之后 又走了十里 终于在一个山坳处停了下来 玄天明下令安营一夜 然后带着白芙蓉 到了一处白泽找到的山洞里 他到底是不是凤与恒 生火将士退出后 山洞里就只留白泽一人看守 玄天明坐到火堆旁边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示意白芙蓉也坐过来 白芙蓉连连摆手 捂在面上保暖的狐狸毛领子 往下扯了一把 总算是把嘴给露了出来 他大喘了几口气 坐到了玄天明对面 然后笑嘻嘻地说 殿下身边的位置是阿恒专用的 我可不敢坐 芙蓉坐在这边就好 玄天明倒不觉怎样 双眼透过面具 射出平淡又坚毅的光 他拍拍自己的心口告诉他 本王的女人在这里 与我身边坐着的 是谁没有关系 在外人看来 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恒 所以我才邀请你坐到这边来 说到底 还是坐给旁人看的 他说完 自顾地起身 走出山洞 去视察将士扎营 白芙蓉吸了吸鼻子 又往火堆前凑了凑 实在是太冷了 白泽没有跟着玄天明出去 而是挤到了白芙蓉身边 贼嘻嘻地问他 你怕王妃不 白芙蓉身子挪了挪 撇嘴道 不要离得太近 我现在可是金安郡主吗 说完 自己就打了个哆嗦 然后念叨着 阿恒啊 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啊 你可千万不能掐索 白泽切了一声 还是怕 这不叫怕 白芙蓉给他讲 好姐妹之间 不存在什么怕与不怕的 只有她为我着想 我也为她着想 白泽却告诉他 大话别说太早了 这一路凶险 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 没准走着走着 突然之间 就被人一箭给射死了 白芙蓉一哆嗦 咧开嘴欲哭无泪 那你们 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白泽 你可一定要保护我 我死是小 问题是 阿恒丢不起这个人啊 那么厉害的金安郡主 要是被一箭给射死了 那才是天下的大笑话 他说到这 忽然面色一变 认真地问了句 对了 我想起个事来 阿恒平日里走到哪身边 都跟着望川和黄泉 现在他们不在这 会不会露下 白泽一仰手 你可拉倒吧 露什么馅儿啊 他逛街带丫鬟还行 谁听说上战场还带丫鬟呢 那就好 白芙蓉点点头 又问白泽 你说阿恒瞎折腾什么呀 单独行动都危险 酒店下也真是放心 白泽怂怂间站起身来 道 不放心也没用 你也不是不知道王妃那个脾气 他决定的事情 哪一样是能改变的 算起来 他这时候应该是在船上的 他们走的是水路 说完 没在山洞里多留 追着玄天明一起去巡影了 白芙蓉半侧着身 看着白泽离去的背影 面上却犯了个苦笑上来 如果真的走着走着 突然就被一箭射死 那就好了 阿恒 你走到哪里了 你知道吗 千州是一个要命的地方 是一个掉进去 就会让人爬不出来的深坑 那个国家充满了阴谋 人心与朝政的复杂程度 远不是一个大顺可比 你若去了便会知道 大顺是一个多好的地方 大顺的皇帝 是多好的一个人 阿恒 你千万要小心 你若出事 我此番费尽心机 就没了任何意义 这一夜 大山里的寒风 刮得鬼哭狼嚎 侧耳听去 就好像有无数厉鬼呼啸在风中 砖射人的心魄 山洞里 玄天明睡在外面 白芙蓉一人 睡在靠里的位置 火堆依然燃着 白泽坐在火堆旁边亲自守夜 大约丑时许 山谷中划空而过一只苍蝇 山池间发出四声音鸣 面对山壁睡着的白芙蓉 突然之间睁开眼睛 那四声音鸣让她的心 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 同时 心底生起一股慌乱与烦躁 可惜 再怎么慌乱 烦躁她 还是想起来 因为她知道 四声音鸣 就代表着这附近 有人在等着她 她必须得出去一见 白芙蓉小心翼翼地起身 抓起一件披风在手里 轻手轻脚地往外挪去 这时 山洞口突然有个声音传来 你要去哪 阿恒 我只能帮你这些 白芙蓉抬起的脚还没落下 就生生止在了半空 顺身望去 但见白泽正透过火光向她看来 眼中寒光蹦险 趁上山洞外当空而来的朦胧月光 怎么看 怎么让人心颤 白芙蓉心里咯噔一下 可也马上便调整过来 她知道 白泽是一直坐在火堆旁的 于是夸张地长出一口气 一边拍着心口 一边对白泽做了个近身的动作 再踮着脚走到山洞口 指了指玄天明 小声道 别把殿下吵醒了 白泽挑挑眉 你要干什么去 白芙蓉一瞪眼 要你管 白泽眯起眼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站起身就要跟上去 白芙蓉气得抬脚就要往她身上踹 被白泽躲了 你这女人有病吧 白泽拍了拍被沾到灰的袍子脚 一脸愤怒地瞪着白芙蓉 我跟着你是为你好 大半夜的你 万一被老鹰叼走了呢 我又不是小鸡 白芙蓉也怒了 大半夜的 我想解个手你一大男人 还得在后头跟着 这也太要命 你要再这么整 这活儿我不接了 白泽无语 好心当驴肝肺 去吧去吧 懒得理你 气恼地又坐了回来 赌气般用木榻一下一下地捅着火堆 白芙蓉哼了一声 快步绕了出去 就在她绕出山洞没多久 原本一脸怒气捅着火堆玩的白泽 突然动作停了下来 眼里又泛起一丝脚狭 然后扔了手中木榻 悄悄地在后头跟了上去 白芙蓉绕过营帐 不时看向天空 那只苍蝇盘旋了一阵 便朝着一个方向冲落下去 她脚步加快 爬了段小山坡 然后钻进密林 奔着那苍蝇下落的地方 快步走了去 身后跟着的白泽 可同样的 白泽也没有办法更接近一些 毕竟一个白芙蓉好对付 但那半夜召唤她的人 却不知隐藏在何处 人又有多少 就这么往前走了大约半炷香的功夫 白芙蓉突然之间 就被人从侧后方捂住了嘴巴 用力往旁边拽了去 她吓出一头冷汗 脚下挣扎了几下 就听到有个声音自脑后传来 别动 她已经立即意思到对方 正是自己要出来见的人 心下稍微平静了些 不再挣扎 带对方把她放开 她回头去看 这才发现 那是个蒙面的黑衣人 黑衣不禁遮着面 只露一双狭长的眼睛在外 那人盯着白芙蓉看了一会儿 冷声道 有没有人跟出来 白芙蓉面上现出厌烦之色 也带着怒气道 有没有人跟着 这种事应该归你们管 我又没你们那么大的能耐 怎么可能知道有没有人跟着 她心里憋着一股子火气没触发 一看到这些黑衣人气 就不打一出来 对方倒也不跟她一般见识 只依然用那种冷兵的语气问道 可确定那吉安郡主 是提前往北界去了吗 白芙蓉反问 你们光指望着我吗 自己就不去查 那人说 查过 但没查到 白芙蓉心中一动 面上却是冷横道 那就对了 你打听到了什么 快说 那人开始催促 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 你也无需同我别扭 我不过是半差的下人 有什么话 带回去之后 去跟主子说 白芙蓉摆摆手 我知道 吉安郡主的行踪 已经打听到了 你们都选错了方向 他根本就没往北界去 而是回了京城 回京城 那黑衣人一愣 明显信不着的语气 怎么可能回京城 你确定 反正酒店下是这样说的 白芙蓉皱眉道 我整日在军中 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消息 你若不信 就自己再去查 还有 我没必要骗你们 孰轻孰众 我还分得清楚 那黑夜人看了白芙蓉半上 似乎在判断他这话的真假 良久 终于留下一句 但愿你真分得清楚 然后飞身而起 眨眼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白芙蓉紧绷着的神经 一下松懈下来 腿一软 一下跌坐到地上 太没气魄了 他暗自埋怨自己 才说几句话而已 腿肚子都在打哆嗦 可是 啊哼 我也只能帮你这些 虽说他们掉头之后 在京城找不到你 还是会继续往北追 可好歹也能给你 多争取一些时间 啊哼 你要做你的事 那就快一点 晚了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了 白芙蓉呢喃苦叹 然后浮着边上的树站了起来 四下看了看 确定没人后 便匆匆往回走去 就在那黑衣人离开的同时 白泽便掉了头 悄无声息地回到山洞 他看到了白芙蓉 与那黑衣人接头 也听到了二人谈话 只是他不明白 为何白芙蓉要说谎 这细作都已经当了 为何爆出去的 竟还是个假消息 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白芙蓉回来了 依然是小心翼翼的 依然摆着一张臭脸给他看 白泽瞪了他一眼 没支声 直到看着白芙蓉躺下 这才又往火堆里 再添了两把柴 火烧得更旺了些 与此同时 玄天明原本紧闭的双眼 也猛然张开 眼中一片清明 哪里有半点心松样子 他盯着白芙蓉的背影 眉心紫莲因情绪波动 颜色又深了几分 夜晚 江峰又硬又冷 即便是住在雅乡里 门缝依然会透进风来 凤与恒报夕坐在睡榻上 身上裹着个毛毯 黄泉对于他家小姐 突然之间就从袖子里 拽出这么大三张毛毯来的行为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在凤与恒的要求下 把其中一张 送到了望川和原飞那里 另一张送到了通仓 去给分散在那边的绸书 两人就并排在榻上坐着 黄泉一边摸着手感好到 他完全想不出 到底是什么材质的毛毯 一边跟凤与恒说 这么冷的天 小姐你猜 望川跟原飞 是不是也像咱们这样挤在一起 盖着同一张毯子 凤与恒眼瞅着这丫头眼里 冒出了熊熊八卦之火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一定是这样的 黄泉拍着床塌大笑 果然是女大不中流 果然是女大不中流啊 凤与恒却并不看好这一对 其实我是打算把望川许配给搬走的 嗯 黄泉一震 下意识地就摇头道 不行不行 他俩不合适 凤与恒眨眨眼 眼中有一丝得逞的情绪一闪而过 没有被黄泉捕捉到 只是问他 哪里不合适 黄泉也说不出哪里不合适 就只一个劲地说 搬走不喜欢望川的 那他喜欢谁 他 黄泉嘴巴一开一合的 却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他也不知道搬走喜欢谁 不过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博论 暗卫怎么可能会有感情呢 他告诉凤与恒 我们所有人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只有在这世间没有自身牵挂 才可以留在主子身边做事 才可以一心一意只为主子而活 所以 搬走不可能喜欢上任何人 就算他真的对谁动了心 也绝对不能说出来 因为一旦说了 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黄泉越说越落寞 眼底的那种哀伤 根本就掩饰不住 可凤与恒也并不去猜穿 只是拍拍黄泉的手背说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你们现在跟着我 我就是你们的主子 所以 规矩我才说了算 黄泉眼一亮 然后立即又暗淡下去 他说 奴婢知道 小姐带咱们好 可这是我们的职责 不可以因为主子带下人好 下人就真的不拿自己当下人 他想了想 又道 或许 并不是不可以有感情 只是这种感情 在这世上 就只能付给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的主人 凤与恒心中有所触动 却也只化为了一声哀叹 他摆摆手 罢了 不说这个 咱们在那路通盼面前 冒充又像大人的家眷 可别露馅了才好 小姐放心 黄泉告诉他 这种事情几年前咱们也干过 那时还是殿下主张的 又像大人也知道这个事 所以遇到外面有风声说 有人冒充他 他便会先跟殿下去确认 若是我们这边的人 他自会配合 凤与恒点头 那就好 他揉揉额头 想躺下 又觉得睡不着 便跟黄泉说 我到甲板上去转转 你睡吧 不用跟着 黄泉哪里肯放下 下了地就要跟他一起去 却被凤与恒给拦了下来 你别去了 哪有两个丫鬟都到甲板上吹风的 不得留一个随时听着主子召唤吗 放心 我去寻求飞说说话 黄泉拗不过他 便只好一再地提醒他 多加小心 这才放他出去 甲板上将风刮得脸都生疼 凤与恒在围栏边站了一会儿 思绪静下来 尽可能地去感受周围环境 待初步确定并没有可疑人藏匿后 这才转身往普通舱那边走去 绸书被他们留在普通舱里 为的是监视这一船的人 但凡发现可疑目标 就要想办法 或是杀 或是躲 普通舱在船尾处 比雅湘要往下走几步阶梯 中间隔着一段舱房 就在凤与恒走至最后一间雅湘时 忽然听到里面似有熟悉的声音传来 他身带功夫 耳力极好 一听之下 便将屋里的人给猜了个十之八九 就听其中一个女生说 老爷 你怕什么 那幼香家的公子 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再说 即便是幼香 他也得给端木大都捅几分颜面不适 当年郡主 凤与恒抬起的脚步 轻轻收了回来 背靠在船舱上 静静细听 里面有摸摸索索的声响 时不时的会伴有一声女子的交迎 男人的话音传来 却是提醒那女子 小声一点 语气谨慎 听起来就是十分胆小 那女子又说 怕什么 隔着好几个船舱呢 她一向睡得死 在府里的时候 咱们隔在屏风后面 她都没醒 像个死猪 也就你还怕她 那男人又说 不是怕 是给她娘家面子 怎么说 也是端木家族的旁枝 这次我出任青州之州一事 你以为真靠那三丫头就能成事 还得看她娘家使不使力气 快点 一会儿她万一醒了 可就坏了 哎呀 猴急什么 就知道占人家便宜 我却连个小妾的名分都捞不到 跟着你 真是亏死了 男人话里颇有些无奈 谁让你是她的陪嫁丫鬟 我娶了那么多房妾是 她都无所谓 偏偏去年就透露过一次 想要把你收了房 她差点 把整个宅员都给掀了 你说 我还敢提吗 别闹了 快来 凤雨恒没再听了 又回到甲板的围栏边上 壮四看江中夜色 心思却在急速地运转着 那一男一女 赫然就是路通胖跟她那个丫鬟 两人关系已然十分明朗 同时还被她得知了一个消息 原来那路通胖的夫人 是端木家族的一个旁支 如此一来就说得通了 为何路家的庶女 能送进北界的都通府去 路通胖的目标是 青州之州 郑无品的之州官职虽说不大 但毕竟青州隶属于何天府 离京城太近了 若是让她坐上青州之州的位置 无疑又是给端木一家 在中原安插了一方更为稳妥的势力 不过这样也好 凤雨恒算计着 或许那路通胖跟丫鬟之间的事 倒是可以被她利用一把 而她最终的目的 虽说有些冒险 却是深入北界的最佳 也是最直接的途径 她想到这里便再不多留 转身直奔着陆家的 雅香走了去 才到门口就能听到 里面传出来的呼噜声 她无奈摇头 也不怪男人喜欢娇媚年轻的女子 这路夫人外在形象不好也就罢了 偏偏内在又不修饰 一个女人的呼噜声 都快赶上了男人 谁还愿意理她 凤雨恒知道睡成这样的人 就算她把这门拆了 对方都醒不来 她便也不多等 把房门给打了开 她走至床榻前 蹲下身子 保持在一个榻上人 无法直接看到的位置 然后一翻手 摸了一枚银针出来 对着陆夫人的某处穴道轻轻一扎 熟睡的人一下就醒了过来 醒来的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非正常醒来 下意识地就去摸床榻的另一边 这下摸了空 然后立即坐了起来 发了会儿呆 就听这女人咬牙切齿地道 该不是被那小剑蹄子勾搭了去吧 说完 下地穿鞋 随手抓了外袍 就往舱门外走去 凤与恒在后头悄悄跟上 经过自己哑香时 一推门 闪身进去 黄泉正站在船舱中间 手里抓着一件披风 见凤与恒回来赶紧道 小姐 你总算回来了 奴婢正准备出去寻你 凤与恒搓搓手 告诉她 披上吧 一会儿 咱们还得出去看热闹呢 嗯 黄泉不解 什么热闹 凤与恒没答 只是伸手指了指外面 小声说 你听 黄泉带着疑惑侧耳听去 很快的 外头就起了一阵喧哗 是一个女人大吵大嚷道 我今天要死你个 不要脸的剑蹄子 我打死你 把你扔到江里 去喂鱼 而后又有个求饶的女生道 夫人 夫人别打了 饶命啊 奴婢不敢了 不敢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之前的声音又起 不要脸的东西 枉我带着你出嫁 枉我这么多年 带你那么好 你背着我在府里 对下人勾三打四也就算了 没想到居然惦记到老爷头上 看我不打死你 随着这几句大喊 外头立即乱成一团 有好多人已经跑出去看热闹 脚步混乱 惹得传老板不得不跑出来维持秩序 不停地大声喊着 都回去 都回去 危险 可谁能听他的呀 只要热闹还在继续 就有人舍命为官 凤语恒也决定舍一把命 拉着黄泉 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去叫望川和原飞 这么好玩的事 咱们可不能错过了 一开门 望川跟原飞也刚好走出来 几人一对视 就听黄泉道 少爷 少夫人 外头好像有人在打架 原飞点点头 很是上道地说 咱们过去看看 于是 黄泉跟在原飞后头 凤语恒掺着望川 几人一起往人群集中处走去 不得不说 陆家夫人的战斗力实在是强悍 那丫鬟看起来身材高挑又年轻 可这一动起手来跟陆夫人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被那陆夫人揪住头发 不停地用腿往胸口上踹 就连想要上来拉架的陆通盼 都被他夫人一巴掌给扇到了一边 可怜那丫鬟吞进的衣衫 都没来得及往起穿 就这么光溜溜 被从雅箱里拎了出来好一顿打 凤语恒总算是明白 为啥看热闹的人 任凭那船老板如何的敢都赶不回去 特别是男人 感情这就是免费在看大好春光啊 回去的是傻子 慢慢的 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船老板见赶也赶不走 便只能招呼船工 把人都看好 千万别掉到江里 陆通盼一家打得激烈 人群中 凤语恒注意到 那个他刚上船时 就看到的列等歌姬头子 正不停地打量着四周的人 他的目光专盯那些衣着考究 站的位置 又明显是靠着雅箱这边的人 很快的 原飞变入了他的眼 那男人向原飞靠拢 似乎小声说了几句什么 凤语恒站的角度不好 既听不见声音 又看不到口型 可是明显的 原飞愣了一下 随即余光扫到了他 像是故意地 又把刚刚那男人的话 重复了一遍 你说什么 你的歌姬里 有从前做过郡主的 凤语恒一愣 瞬间便想到了那个 他在上船时 就觉得眼熟的女子背影 心中一动 立即冲着原飞点了点头 就见原飞又 郡主怎么可能出来 当歌姬 该不会是为了多收点钱 骗人的吧 那男人又说了些什么 原飞很是像模像样的 与之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后点了点头 那一会儿 就送到我的雅箱里吧 我住三号那间 那男人乐呵呵地走了 对着其中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子 说了几句话 那女子立即往原飞那边看去 目光却在扫到原飞身后的黄泉石 顿了一下 凤语恒心头一颤 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呼之欲出 纵使那女子戴着头巾 连也用面纱罩罩去了一半 可他 还是把人认了出来 是清月 曾经圣极一时的清乐郡主 他只知道 定安王被削了王位之后 离开了京城 却完全不知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动 以至于清乐居 再沦落到这种 要做劣等割击的地步 不过 他心思又是一转 结论不能下得太早了 若非定安王一家 真的败落到底 那清乐出现在这里 可就耐人深思了 他还在看着清乐 就见清乐在看到黄泉之后 立即对那男人点了头 男人亦很满意 继续又在人群里 寻找下一个目标 陆夫人终于也打累了 成功地被陆通判给拉了开 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陆通判又是道歉 又是哄劝 总算是 把个陆夫人的情绪 给暂时稳定了下来 可怜那丫鬟 还光着身子倒在地上 被打得满身伤痕 脸都抓得变了心 陆通判看都没看他一眼 未表自己的决心 很干脆地跟传老板说 我乃何天府通判 他是府上卖身的奴隶 如今犯下大错 死不足惜 你叫人把他抬走扔到江里 本官自不会少了你们的辛苦钱 封建统治下 奴隶就跟动物没什么两样 是生是死 只要主子一句话 没有人会去管 就连官府都管不了 当主子的打伐自家奴才 就算打死了 那也是应该的 船老板一听说还是个官员 二话不说 立即叫了两名船工上的钱来 躺着那已经说不出话的丫鬟 就到了船边上 只听扑通一声 毫无怜惜地就扔到了江里 凤玉衡往江里看了一眼 倒也不觉怎样 不是他到这古代 十日久了心就变了 而是他对于这种背地里 勾搭有夫之夫的女人 向来痛恨 虽说古代允许男人三妻四妾 可那也得分是正经的怯纳 还是这种背地里 明知道自家夫人不同意 还要于情 女人若不知自重 无人能救 路通叛扶着夫人 往自家雅乡里走了 那路夫人一脸愤恨的样子 显然打死一个丫头 还不足以平息她心底怒气 到了雅乡门口 说什么也不肯进去 还用力地把路通叛给推到了里面 砰个一下把门关起 转一个人到甲板的另一头 一屁股坐下来 继续抹眼泪 人们见再没什么热闹可看 纷纷回去休息 船老板见路夫人那个样子 也是不敢上前打扰 很快的 船上又赴了安宁 特别是路夫人所在的那块甲板 四周加个船工都躲得远远的 凤玉衡挑唇轻笑 小声对望川说 你们先回去歇着 我去看看 说完 台部就往路夫人那边走了过去 什么才叫好闺蜜 其实在大顺巢 对于一些大户人家来说 祖母陆府 带过来的陪嫁丫鬟 多半都是会被老爷收房的 除非老爷实在是没有那个意思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 保证祖母在家里的地位 因为男人那切在这个时代 天经地义 那么 与其他别人来跟祖母争宠 莫不如把自己 最幸的过的丫鬟送过去 这样还能起到监管的作用 可是路夫人却不这么想 她这人倒是宁愿不认识的 女人入府争宠 大不了来一个她收拾一个 感动她的领地 她沙发绝不手软 但自己的丫鬟却不行 她觉着恶心 之前路通判提过一次 要将那丫头收房 她没干 还冷落了那丫头一阵子 甚至想过 把她送出府去 可那丫头 也的确是会隐藏 也会来事 一个劲地向她讨好 慢慢的那事也就算了 却没想到 两人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出赶远门而已 竟然就在这船上 就行起苟且之势来 路夫人是越想越生气 气得砰砰砰地用力 抓打甲板 凤语恒一边往她这边走 一边从空间里 调了几块点心 用小盘子拖在手里 带走近之后轻声道 路夫人莫动心火 小心伤了身子 然后把那一盘小点心 递上前 再道 我家少夫人知道 夫人爱吃这些点心 特地叫奴婢 再拿过来一些 路夫人一愣 诧异地扭头 看了凤语恒一眼 再瞅瞅她手里的点心 不解地问 你家少夫人 是谁啊 谁说我喜欢吃这种东西 我从来不吃点心 最讨厌的 就是吃点心 咦 凤语恒面露诧异之色 是通判大人说的啊 白天的时候 我们给少爷和少夫人送点心 被路通判看到 她说是 夫人您爱吃 就想跟我们买一些 我家少夫人 念她爱妻心切 特地送了一盘子 给她端走了呀 什么 路夫人听得咬牙切齿 该死的 我什么时候 吃过点心了 从嫁给她的那日起 她就知道 我从不吃点心 她猛地顿了一下 随即面目更加争鸣起来 爱吃点心的 是那个小件蹄子 那件蹄子 最爱吃甜食 路庆生是在为那件蹄子 讨点心的 路夫人越说越激动 一把将凤雨恒手里的点心 给打掉 滚开 把这恶心的东西 拿远一些 一边说 一边用脚 去踹拿落地的点心 几下就全踹到江里 凤雨恒心中冷笑 果然啊 果然 她特地 用这点心试探路夫人 如果真是爱吃 那正好借此机会与之接近 如果这路夫人不爱吃 那就说明 白天的点心 摆明了是那丫头嘴馋 她正好与之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对那丫鬟 进行惨无人道的鄙视 夫人千万别激动 跟那种已经为了鱼虾的人 动气不值得 她一把将要起身 去找路通判算邮仗的夫人 又给压了回来 然后迎着对方 怒目中叹了一声 道 也不怪夫人生气 那丫头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老爷身上 这样的女子最是招人厌烦 动人之夫不说 动的 还是自家夫人的 亏她还好意思 伴在夫人身边侍候 奴婢真是替夫人抱不平 要不怎么说 女人在受了这种委屈的时候 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理智的旁观者 去给她包心灵鸡汤 而是需要一个不理智的闺蜜 与她一起咒骂那对恶男贱女 凤与恒成功地抓住了 这陆夫人的心理 几句话出口 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见 那陆夫人点了点头道 你说的没错 她跟那些下人牵扯不清 我都可以当做没看见 但就是不可以动我的丈夫 外人动可以 救她不行 我会恶心 这陆夫人的话匣子 一打开 就滔滔不绝 从她在娘家的时候 那个丫鬟就一直侍候她 她带那丫鬟像姐妹一样 一直说到她出嫁 那丫鬟哭着求她 不要被扔下 她便带着那丫鬟 一起嫁进陆府 这种被姐妹背叛的感觉 最是让人绝望 陆夫人说 怎么就会有那种女人 愿意去给人做宿 她不明白吗 宁愿到小门小户 去当平民之妻 也不该到身宅大院 去做妇人之妾啊 妾还不如奴婢 奴婢只要好好干活 就会得到主子赏食 有吃有穿有赏赢 而主母心一烦 必拿她们撒起 凤玉恒心中感叹 这陆夫人虽说 个人形象不怎么样 个人素质修养也算不上好 但在这种事情上 倒是看得足够清楚 分析得也的确到位 可惜 在这种年代 又有几人能明白这番道理 她轻拍了拍陆夫人的手背 对她说 夫人心思剔透 这番道理 又岂是一个丫鬟能明白得了的 那丫头自作自受 如今已被扔到江里 去位于 从今往后 夫人也就出了身边一个隐患 陆夫人冷哼一声 那倒是 只是可惜了 早知道有这么一出 出门的时候 就多带个下人来 她说到这里 之前的气总算也消了些 再看看凤玉恒不由的疑惑道 你这丫头倒是极名势力 也很是会陪主子说话 是才你说什么少夫人 你们家少夫人是个 凤玉恒告诉她 我们家少夫人 就是当朝右向封大人的儿媳 一说一边叹了一声 道 同样都是身宅大院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少夫人的日子 过得也并不如外人看的那样好 这是笼络人心的第二招 用同样的苦难去兑换 患难见真情 果然 陆夫人生出无限兴趣 但同时也对凤玉恒口中的 少夫人身份暗暗吃惊 又想 听娘家人说过 当朝右向风情 一直处在中立的位置 明面上谁也不帮 但实际上 却是与七皇子走得极尽 那七皇子 看似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可这么多年来 他即便不争 该有的也没有丝毫落下过 更何况 七皇子与九皇子 是一母所养 根本就是一伙的 陆夫人的心思一转 几乎就跟凤玉恒 抱了同样的打算 凤玉恒借机接近是有着目的 他与之攀谈 如今 也有了目的 只是他心里明白 杨家人并不怎么愿意 多与本家端木一族接触 也提醒过他 但他却一心想着 借端木家的势力 让自己丈夫再攀一层楼 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 端木家的那点心思 他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 虽然不得气精髓 却也明白 北戒 是跟九皇子这一支 唱着反调的 若是能从这丫头口中 打探一些内幕出来 死亡北戒一行 便更有了几分把握 一想到这 他立即做出了一副 愿与之攀谈之相 问着凤玉恒道 怎么 你家少夫人过得也不好吗 凤玉恒再探一声 半跪到甲板上 轻声说 按说奴婢背后议论主子 也是不好的 但我也是少夫人的 陪嫁丫鬟 自从随着夫人 到了端木家之后 眼瞅着少爷 一个接一个的娜妾禁服 夫人终日以泪洗面 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陆夫人心中暗喜 直到这丫头年纪太小 还不懂事 自己也没说几句呢 就能引得对方诉苦 这么傻的孩子 最适合套话 于是他赶紧又问道 要这么说 你家少夫人 也是个苦命的 可转他就算不能反抗 也不该终日以泪洗面 至少得反击 那些个小妾最是好收拾 即便打死了 也算不了什么 不过话又说话来 幼香家的公子 很好女色 凤与恒样子有些纠结 想是想说 又想是不想说 作为一个下人 她的表现 必须得让陆夫人觉得 她是在为难 陆夫人赶紧劝说 没事的 你与我说说 我又不会告诉别人 哎 同样都是可怜人 听着你家少夫人的事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 她说着 还抹了一把眼泪 又拉过凤与恒道 你这丫头也是可怜 小小年纪陪在主子身边 偏偏主子又是不受宠的 凤与恒面上 附起一层心酸 做事打开了心理防线 也跟着磨起眼泪来 陆夫人真是个好人 实不相瞒 我们家少爷 何止是好女色 她简直 简直荒淫无度 少夫人在家里 亲自挨骂 重自挨打 出来虽说还能给些面子 可咱们当下人的 都捏着把汗 千房万房 就是防着少爷 不知何时就又要发火 陆夫人面上感叹 心里却在寻思着 这又像堂堂正义品大员 却没想到 生出的儿子 竟是这般模样 这小丫头 作为主母的陪嫁 显然知道的不少 如果能再套些话来就好了 可是眼下却是不能再问 不然很容易适得其反 凤与恒盯着这陆夫人 对方心思被她猜了得通透 这样才好 这样才是她最根本的目的 若只是自己一味的套近乎 这是能成的概率太低 她所需要的 是这陆夫人对她产生兴趣 从而将两人拉近距离 这件事情的主动权 转移到对方那里去 她抹干了脸上的眼泪 一片头 正好看到一个 带着头巾薄纱照面的女子 正在往望穿原飞那间雅乡走去 她挑唇轻笑 而后很快便又现了委屈表情 伸手指着雅乡的方向 对陆夫人说 夫人你看 少爷就是这么的离不开女人 陆夫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 刚好看到那女子 敲响了一间雅乡的门 一个年轻男人走了出来 那女子双臂立即缠绕上去 凤与恒抽了抽鼻子 我家少夫人还在雅乡里呢 少爷怎么可以这样 说话间便起了身 奔着雅乡就追了过去 白帕子上的芙蓉花 陆夫人这下 总算是相信凤与恒的话了 因为她眼睁睁地看到 雅乡门口那个明显是 列等割击的女子 跟男人缠在一块 里头有个少妇模样的女人 说了几句什么 凤与恒才一感到 立即就拽着那少妇 到了隔壁雅乡 同时她听到凤与恒的声音大叫着 少爷不要打少妇人 奴婢这就带少妇人离开 少爷千万不要生气 陆夫人突然就觉得 今夜这船上 也不光是自己丢人 幼相府的公子 也够丢人的了 好女色好道 连列等割击都不放过 说起来 还不如她家男人的品位 这样一想 便也不愿在甲板上多留 站起来拍拍屁股 回到自家船舱去了 再说凤与恒那边 望川莫名其妙地 被凤与恒给拉到了隔壁 原非也莫名其妙地 被凤与恒给骂了一通 甚至那个敲开 原非房门的清乐 再看到凤与恒的一瞬间 眼中也腾生起 一股子闪亮 闹剧开场突然 结束倒是挺快 凤与恒拉着望川 回到他跟黄泉的那一间船舱 原非虽说奇怪 但反应还是快的 他知道凤与恒既然这样说 肯定就有这样说的用意 于是顺手一拉清乐 一把就将人带入怀中 退回船舱 再将舱门关好 有没睡着的人 似听到了这头的动静 可待探出身来看时 两间船舱 却已然是舱门紧闭 再没半点声响 清乐在原非的房中 逗留小半个时辰 而后 在原非的护送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 与黄泉跟望川二人互换地方 清乐终于进了凤与恒所在的雅乡 一抬头 就见凤与恒盘息坐在床榻里 手上抱着个暖炉 正笑嘻嘻跟他打招呼 嗨 清乐一正 有一瞬间的失神 似乎记忆又回到了从前 那时他还是高高在上的郡主 虽说他父亲是异性疯王 但他即便身份地位 及不上玄天歌 却也比大多数京城名媛 要高贵得多 他那时候多风光啊 在府里呼风唤雨 那么多奴才围在他身边转悠 那么多男人眼巴巴地瞅着他 却连话都说不上一句 可是现在呢 他身败名裂 成了罪裂等的歌姬 即便是街上要饭的 只要出得起钱 都上得了他的踏 清乐苦笑 他该恨凤与恒的 可是有太多事情 都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他终日行尸走肉一般 就连恨也都没有了力气 他上前几步 坐到边上的椅子上 对凤与恒道 我看到了黄泉 便知你八成也在这船上 没想到还真是 凤与恒看着清乐 思绪也在从前与现在之间 飘忽了一阵 却不及清乐那多番感慨 他只是想不通定安王 究竟把家败到了什么程度 以至于清乐会苍落至此 都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到底是个王爷 即便王位被削 也不该如此落魄才是 你是有幸来见我的吧 凤与恒开口问他 清乐郡主 好久不见 清乐一正 那一声前郡主 听在他耳朵里 真是极大的讽刺 他知凤与恒从来都不是 好招惹的人物 他从前与之过招 不甘心地一次又一次 甚至还联合凤与 却还是斗不过人家 经了一年多的磨练 这凤与恒的嘴皮子 比之从前似乎更好了些 是啊 清乐清探 是故意想来见你的 凤与恒 能救我出去吗 他说话声音很小 可眼里却闪着光 任谁都看得出 此刻清乐的心里 是带着期盼的 凤与恒却并没有表态 他只是看着清乐 目光中带着探究 清乐一咬牙 又道 我知道你本事大 你若是能把我救出去 我便告诉你一个秘密 凤与恒皱了没 交易吗 我最讨厌做这种 带着威胁性的交易 清乐 你我本就是仇敌 选错人了 清乐豁然起身 怒气腾生起来 有些气喘 他指着凤与恒道 堂堂既然现主 你偷偷地溜出来 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我若把你的身份 和行踪说出去 相信这个消息 有很多人会乐意买 凤与恒失笑 我怕什么 你若动了这个心思 我可以保证 在你还没开口之前 便会遭人灭口 一个小小歌姬 即便是死了 也无人追查 还有 或者你听说过 我被封了县主 却不知道 县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 是基安郡主 他笑笑 又道 对了 你也是做过郡主的人 可我这个郡主跟你不一样 我是有封地的郡主 封地这种东西 你从未感受过吧 凤与恒的话于清乐来说 字字诛心 他站着的双腿有些打颤 终于支撑不住坐了回去 却是无奈地道 与你之间的较量 我从来就没赢过 罢了 凤与恒 不用你救 看在我们都是大胜人的份上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清乐说话间 面上附上了一层哀伤之色 甚至还伸手去摸了摸头上的布京 他告诉凤与恒 带着我们这些列等歌姬的那个男人 是从北界来的 他本身并不是哪方大人物 但每一个月 就会有人到他这边来 也不要财物 也不要人 只是听他说 中原这边的剑文 但是你知道 做这一行的 居无定所 今日游走到这个州 明日可能又会到另一个县 还有这鹏江的水路 也不知走过多少趟了 走的地方多 见的人就多 听到的事情也同样多 他的任务 本就是要在各种鱼龙混杂之地 打探消息 对于北界的人来说 一百距离有一句有用的 就够了 而我所说的那件事 便是我在一个月前 听到的一个密文 清乐再度站了起来 往凤与恒的床榻边移了两步 身子半弯 向前探 两人目光直对着 就像在较量一般 对视了足有半炷香的功夫 终于清乐最先败下阵来 可在他直起身 往后退去的一瞬间 凤与恒却惊讶地 在清乐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浑浊 那浑浊蒙起他眼中光亮 只眨眼的功夫 竟是让他整个人 都显得不那么机灵了起来 不能告诉你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清乐歪着头看向凤与恒 目光中浑浊仍在 他却像是在 极力与那浑浊对抗一样 挣扎着 说出最后的话来 凤与恒 我今日种种皆是拜你所赐 我们这样的关系 你凭什么 指望我把那么重要的事情 告诉你 哈哈 清乐突然大笑起来 身子晃了两下 再努力保持住平衡 又道 凤与恒啊凤与恒 往北去吧 去了 你就回不来了 他说话时 伸手去捏了自己的帕子 随意地往脸上抹了一把 再往前扔去 那帕子太轻 飘飘呼呼地落到地上 清乐的笑声更大起来 黄泉从外头闯了进来 皱眉看了清乐一会儿 就见凤与恒摆了摆手 对黄泉说 那他挟钱 就算咱们少爷的嫖资 然后送回去吧 黄泉点头 二话不说 抓了清乐就走 凤与恒却是下了地 把那帕子随手捡了起来 那是一条白色的帕子 左下角有一小堆 白色的花朵 倒是淡雅好看 凤与恒对花这类的东西 没什么研究 随手把帕子放在桌上 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 清乐说的那些话 那件清乐没有说出来的事 他不是不好奇 只是那话 若是从清乐嘴里说出 他都不知道该不该信 就像清乐说的 他们俩这种关系 还能指望对方什么 黄泉很快就回来了 告诉凤与恒 给了五两银子 这种劣等割击 给五两已经不少了 估计够他接客至少五次 凤与恒俯 真便宜啊 这是什么 黄泉看到桌上的手帕 拿起来端向了一阵 说了句 什么花 凤与恒猛然转过身问向黄泉 你说 这上面绣的是什么花 黄泉告诉他 芙蓉花呀 凤与恒盯着那帕子 突然就明白了 清乐要与他说的那件事情 白色的帕子上绣着芙蓉花 芙蓉花 白芙蓉 他悄悄头 对于自己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总是有些不大甘心 离开大营时 他开玩笑与玄天明说 让他离白芙蓉远一点 却没想到 冥冥之中 他这话 居然也没有走空 白家小姐怎么了 黄泉不解 凤与恒白白手 这个事情有些秃 他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可当初望川去找想荣 结果想荣好巧不巧地就伤了脚 然后换了白芙蓉来到大营 其实早在那时候 他就隐约地绝出些不大对劲了 只是并没有刻意多想 毕竟对于白芙蓉 他自认还是可以相信的 小姐 清乐那边要不要处理掉 万一他出去乱说 不用 凤与恒摇头 又想到清乐临走时 眼中的那丝浑浊 清乐已经疯了 一个疯子的话 谁又会信 话是这样说 可是一个疯子 却在神经即将崩溃之际 拼着力气与那丝浑浊抗衡 最终给他留了这条帕子 清乐 凤与恒长叹一声 罢了 咱们临走时 玄天明给清州那边去了信 带下了船 定会有人接应 你去跟接应的人说 让他们想办法 把清乐给救出来 找个大夫给看看 好生养着吧 黄泉不知凤与恒 为何突然又要帮着清乐 可此时倒也顾不上这个事情 他有些焦急地问凤与恒 小姐 你之前说的计划 一定要那样实施吗 纯王府要有女主人了 是的 凤与恒有一个计划 而且是个十分冒险的计划 就在清乐进了原非的船舱时 他将这计划 告诉给望川黄泉 经得二人瞪大了眼睛 可凤与恒的主意一旦打定 那就不会变化 就像他执意先行一步 往北界的事情 身边人除了配合 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告诉黄泉 一定要实施 而且得尽快 带我们到了青州就进行吧 到时 你们在青州多待两日 与我错开行程 他说完 又把清乐留下的那条帕子 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无奈地摇了摇头 睡觉吧 困了 原本是两路人马 一路向北 一路往东 可是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在凤与恒的临时起义下 往北的人马分坐了两路 而往东的人马中 也多了一个云飞 只是玄天华却不知 就在他们身后 又有另外一对人马 正朝着他追了过去 京城东郊 一辆马车急急而行 车上坐着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不是别人 正是子瑞与那小丫头鹰草 子瑞此时正打开包袱 将里面的银子 一块一块地装到小钱袋里 然后再将钱袋揣到怀中 想了想 又分出几块碎的 放在鹰草身上 告诉他 揣好 万一我们走散了 也省得你饿肚子 就在今日一早 他终于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和分析 成功地让月寒宫的女安卫 偷偷地把他们二人钱送出来 他又回到郡主府去拿了些银子 骗侍卫们说去百草堂玩 然后绕过街道 就雇了马车往城外赶 鹰草把银子塞到袖带里 拧着小眉毛跟子瑞说 我知道小哥哥 你是要去找小姐 可是那也太危险了 把咱们送进宫的那个凶巴巴的人说 我们要是跟着 会被坏人抓去吃了的 凤子瑞把包袱整理好 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厢上 贼兮兮地道 我知道 往北去肯定是特别危险 那你还去 鹰草就不理解了 明明知道有危险还要去 小哥哥你不能这样 你不愿意在宫里待 咱们跑出来就行了 你不是有家吗 为什么不回家 还要出来 咱们去了 会给小姐拖后腿的 子瑞看了眼鹰草 你倒是懂事 既然懂事 就不知道你跟着我一起 也会拖我的后腿吗 那不一样 鹰草执拗地道 咱们俩根本就是半斤 谁拖谁后腿啊 说起来 当初还是我救的你 但是小姐不一样 小姐那么厉害 咱们要是跟着 他就要分心照顾 所以 小哥哥 咱们不要去北边吧 回去好不好 子瑞挑眉 谁说我要去北边了 就像你说的 北边那么危险 又会拖姐姐后腿 我干嘛还要去 那咱们这是 咱们往东 子瑞面上露出一丝 像凤雨恒一样狡猾的笑 统兵一方是我的志向 大营历练我志在必得 谁说只有北界有战场 七殿下去了东边 依我看 东边也不太平啊 子瑞的马车一路往东 而此时 玄天华的队伍 也已经过了 在山里处的茶棚前歇脚 云飞坐在玄天华的身边 面上罩着面纱 头上扣着斗笠 手里端着茶棚伙计给倒的茶 眼睛直瞪着玄天华 咬牙切齿地问 我该怎么喝 玄天华瞅瞅他 伸出手把他的面纱 从下边接起来一点 云飞翻了个白眼 自顾地喝起茶 可玄天华等了老半天 也不见云飞抬起他另一只宝贵的手 把这面纱给接一下 就一只手端茶碗在那儿 摆明了就是要他这么给抬着 这一口一口的 喝得还慢慢悠悠呢 玄天华挺无奈地 同云飞商量 自己掀一下 云飞一瞪眼 压低了声音说 你从小到大 哪一样不是为娘亲力轻微 怎么的 现在长大了 连给娘亲掀下面纱都嫌累 那要不你干脆把这面纱 给我接下去吧 都戴斗笠了 还照面干什么 多此一举 玄天华想反驳两句 可在意琢磨 云飞说的倒是也对 他要跟他算小时候的账 这还真是没法算 于是任命地继续 给他掀面纱 却是对接下去一事 不做任何表态 云飞切了一声 继续喝茶 一边喝一边还抬起手 往玄天华头上揉了一把 笑嘻嘻地说 还是我的话最怪 二人互动的这一幕幕 都被随行的侍从和暗卫们 看在眼里 人们悄悄地凑到一起 小声议论开来 主子的马车里 怎么莫名其妙地 就出来一个女子 什么时候上车的 不知道 可能是主子自己藏的 不过咱们主子 也不是洗净女色的人 此行往东 是阶梯那部 将近把东界兵马大权拿回来 虽说都是大顺的兵 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他们跟了不聪那么些年 怕是早就离了心 这其中万分凶险主子 不可能不知道 这样的任务下 怎么还可能带个女子 这个也不好说 有个人分析得更是头头是道 之前那个于谦音 你们忘了 在府上也住了好些日子 那女的不算 主子是有苦衷的 可是现在这位 这人说着 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看向玄天华那边 连带着其他人也跟着看过来 这一眼 却刚好看到 玄天华拿了帕子 去给云飞擦了擦唇脚的茶净 擦完之后 他又把那帕子给揣了回去 就好像根本没用过一样 贴身带官 这些侍从立马崩溃了 诡异 太诡异 太不正常了 七皇子玄天华 一向都有些轻微的洁癖 帕子他自己用过还好 可但凡别人用过 那他是碰都不会再碰一下的 更别说给人擦了嘴 再贴身收起来 可是 刚刚他们看到了什么 那真的是 他们的主子七皇子吗 有人做了总结 如此看来 咱们府上很快就要 有女主人了 玄天华与随行的人 虽说做得还有一段距离 但他一来耳力绝佳 二来独唇树也练得炉火纯青 人们说的话 他一字一句都看在眼里 却也只能笑作一个苦笑 娘亲 你可真是害苦了儿子 云飞却不以为然 反倒是自顾地琢磨着 你也不小了 回去之后 是该张罗张罗给你选妃 要说这个澄清的事 也是你们老玄家的遗传基因不好 孩子个个都澄清完 到现在 皇孙才一个 也不知道一个个的都在等什么呢 玄天华提醒他 大哥府上也快有喜事了 嗯 云飞点头 但显然大皇子的是 他没心情理 就一心算计着玄天华这边 选个王妃 也帮你照顾照顾家里 你九弟现在是有人管有人疼了 我也能放心些 就是你这头 总是放心不下 玄天华无奈摇头 儿子还考虑这个 不想澄清 那是你说不想就不想的吗 云飞给他讲道理 人早晚都是要澄清的 更何况 你还是皇子 画儿 他偏过头来看着玄天华 你该不是还惦记着横横吧 哎呀 你听娘亲说 横横就只有一个 那是你九弟小时候就定下来的媳妇 再说他俩情投意合 你就是干惦记也没用呀 画儿听话 别跟你九弟抢 好不 除了横横 其他的你想要什么娘亲 都从那小子手里给你抢来 就像小时候 明儿得了一把青剑 你就只看了两眼娘亲就知道你喜欢 不也是半夜不睡觉 进了他寝宫 给你偷出来了吗 玄天华府 当年我只是觉得 那柄间并不好 却不知为何明儿那样喜欢 所以才多看了两眼 云飞有些甘大地笑了笑 啊 这么回事啊 没关系 这个事情的原委 咱们且不说 但娘亲对你的爱 可是真心实意的 玄天华点点头 这一点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从小到大 云飞倾注在他身上的感情和经历 绝对不比倾注在他亲生儿子身上的少 就冲着这个 玄天华就一辈子都不可能背弃云飞 一辈子都不可能与他 唯一的弟弟为敌 所以 他必须得告诉云飞 我对阿恒 并没有旁的心思 帮他 护他 也只是因为 他是明儿喜欢的 就像小时候一样 一切明儿喜欢的 我都必须维持 他说话时 目光中带着真诚 虽说这种真诚里 还带着一把刀子 在生生地搁着他的心 但面上表情 却依然让人如沐春风般和煦 任谁都看不出他内心凄苦 谁都无法知道 一个神仙若是动了情 那情便是要跟随他一生的 云飞愣了下 下意识地道 你不用这么认识 我说着玩的 玄天华点头 我知道 娘亲从来都是护着我们兄弟俩 话儿没有半点怪娘亲的意思 只是这样的话 娘亲今后莫要再说了 怕是被有心人听了去 横生枝节 云飞摆摆手 那个 要不咱们换个话题吧 玄天华再度点头 好 那就换个话题 云飞放下茶碗 想了想 这才到 听说 你跟凤家的三丫头 也传了点闲话出来 混账的云飞 云飞说话时 玄天华正准备喝茶 结果差点没被这口茶给呛死 凤想荣 他微皱了没问云飞 怎么又扯到他了 云飞却对他这话很是满意 只不过他满意的是前半句 你看 连人家名字都记得 娘亲 玄天华实在头疼 云飞这哪是他娘亲 分明就是他的劫纳 要说这世上就只有两个人的话 他不忍拒绝 一个是凤与衡 另一个是云飞 但好歹凤与衡他 董事啊 从来不会说 些个过分的要求过分的话 但云飞这人 可就没有一丁点机会了 他是娘 他是儿 娘说什么儿都得听着 而且 不可反抗 玄天华苦笑 帮着云飞 把碰歪了的斗笠又挣了挣 求饶的语气说 不过是个小丫头 娘亲就别乱点鸳鸯谱了 可惜 云飞根本就没听他这话 他已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听说凤家三丫头 最近跟老四走得挺近 你要非得说 谁是乱点鸳鸯谱 那这个人 也是那死老头子 我虽然平日不出门 但该知道的事情 还是都知道的 老头子舍不得杀老四 就给囚禁了起来中 还让他给凤家三丫头绣花 哎你说 这是个什么惩罚啊 他想出这种招 是不脑子有病啊 云飞说到激动处 声音就大了起来 一巴掌拍到桌子上 砰的一声 把四周的人都给吓了一跳 玄天华赶紧给他顺背 冷静 冷静一些 这一番举动 又被随行人看了去 人们心里 对于主子身边女人的身份猜测 便又肯定了一分 只是他们没想到 主子怕媳妇啊 咱们主子是性格太好 不跟那女人一般见识 可这女主子也太凶了点 你说 她对着咱们七殿下那副模样 怎么发得起火来啊 的确 很少有人能对着玄天华 那张神仙脸发得出火来 特别是女子 几乎除了凤雨恒 和云飞这种极品之外 其他的女子 见了玄天华 要不怎么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云飞这个脾气 跟天武帝那叫一个骑虎相当 两人一个赛一个的火爆 不然如何能 少个假就十几年不见面 云飞缓了一会儿 总算是心绪平复下来 却又道 没事 话不怕 那丫头娘亲保证给你抢到手 不就是个老四吗 从小到大 娘亲是怎么叫你们俩的 嗯 忘没忘 玄天华叹了一声 不敢忘 娘亲从小就叫到我与明儿 看上什么就去要 要不来就去抢 抢不到就把她毁了 对 云飞点点头 就是这么个礼 你要磨不开面子去抢女人 那就让明儿帮你 哦 她在打仗 八成没那么快回来 没事 这不是有娘亲的吗 等咱们从东边回来 娘亲一转把凤家三丫头绑了 给你送到淳王府去 玄天华彻底败给他娘了 这个事儿 咱们先不说 娘亲 孩儿不求别的 只求这一路 你能消停一点 就比什么都强 云飞笑嘻嘻地说 知道了 真的知道了 她怎么觉着这么敷衍呢 那咱们约法三章 玄天华给她数着 第一 一切听我的 不管是在路上 还是到了东界 第二 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任何时候 说完 又补了一句 包括睡觉 你睡里间 我睡外间好了 第三 到了东界 如果遇到看不顺眼的 或是与我有冲突的人 不可以任性发脾气 要学会隐忍 当然 惹你不痛快的我 过后自会收拾 不会让娘亲受半点委屈 云飞点点头 还是不甘心递补了句 前两个没问题 但其实隐忍这个事儿 不过话儿你既然这样说了 那为娘就姑且听你一回吧 唉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谁叫我还得靠着你 带我走出去看天下呢 玄天华觉得自己 实在是任重道远 只祈祷云飞 莫要给他惹事 更祈祷 可千万别有些不开眼的人 过来招惹到他 最后一口茶喝下 一行人再次启程 坐在马车里时 他无意间又碰到 插在袖中的一把匕首 那是凤与衡送给他的 他看过 那锋利程度与制作工艺 远非他平日所见 任何一把武器可比 他不知道 这样的东西 对于凤与衡来说 究竟珍贵程度是多少 但于他来讲 却是与国宝无异 玄天华心中苦叹 这一生 这一世 唯有一件事 一个人 求不得 鹏江上 凤与衡乘坐的那条客船 终于在两天后的赏午 停靠在青州码头 玄天明提前安排的人 早已经等在码头接应 凤与衡扶着望川下船 就听望川小声说 前面那三人 侍从达办的 便是殿下安排的接应 凤与衡顺目看过去 一时间却并没看到 究竟是哪三个 望川笑了下 小声说 暗卫就是这样的 长相绝对不能出奇 越是混在人群中 就找不到的那种就越好 凤与衡点点头 心说的确是这样 太过惹眼的话 十分不利于隐藏 不过再想想 却是道 这么说来 搬走长得还不错 至少比原非和求叔 要好看得多 那两位才真是扔到人群里 影子都找不到的 以至于他跟仇叔 原非相处了这么多天 再让他去描述 那二人的长相 他依然是没有多少概念 两人嘀咕着 脚步就落慢了些 这时 就听走在前头的原非 突然怒哼了一声 面色阴沉 十分不满地吼道 磨磨蹭蹭地在干什么 说着 又瞪向望川 我让你去买的人 你买到没有 望川面上 立即附上一层委屈的神情 说了声 夫君 临出门前 父亲特地嘱咐过 让我们到了青州办完事情 就回去 路上千万不能再生之劫 住口 原非眼一立 凶相毕露 你是在教训我 我告诉你 我丰服的少夫人 你若不愿做 趁早给我滚蛋 生不出孩子 还不让本少爷找女人 本少爷 要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原非的吼声很大 不但惹得码头上的百姓 纷纷侧目而逝 就连那三个来接应的人 也是面露不解 凤语恒看着那三人走上前来 再快要接近 他们拾顿了下脚步 显然是不理解 为何原非突然间变成这样子 不过他们人也算机灵 且又跟着玄天明年头多了 因此 在一听到丰府二字时 立即就反应过来 这是故技重施 又扮起幼乡大人的家的少爷来 于是其中一人赶紧上前 到了原非面前行了礼 道 少爷 奴才已经等您和少夫人多时了 一边说 一边还看了望穿一眼 又行了个礼 黄泉现在是哭得梨花带泪 一副委屈无处可诉的模样 凤语恒微侧了身 不着痕迹地往后头瞅了一眼 眼见那路通盼和夫人 少爷 您怎么可以这样 那个女子不过是个劣等歌姬 您要把她带上 那是我们夫人于何地啊 你 啊 她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 原非啪的一个耳光甩了过来 凤语恒介事猛地往旁边一窜 扑通一声摔到地上 那样子看起来 就像是被原非给打的 又疼 又委屈 她立即大哭起来 同时 原非又是抬手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望穿脸上 大声道 去给我找人 望穿一哆嗦 看了凤语恒一眼 再看看原非 只是人家卖不卖尚且不提 但你带着一个劣等歌姬在身旁 这就是智丰府的颜面于不顾 回京之后 老爷一定不会饶过你 他说完 一转身就要去找人 凤语恒趁机跪着起身 爬了两步 一把将望穿的大腿给抱了住 哭着道 少夫人 不能去啊 他女人的身份 怎么可以和您一起 搬在少爷身边 真的不能去啊 原非大怒 一把将凤语恒给拽起来 用力往边上一扔 一下就把他给扔出老远 同时骂着道 该死的奴才 别以为你是他的陪家丫头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这女人本少爷也是想修就修 更何况是你 今日本少爷就把你给卖了 从今往后 你一步也不可以踏进京城 凤语恒吓傻了 跪在那里大哭求饶 望穿也大声喊道 你要女人 我去给你买来便是 这丫头从小跟着我 你怎么可以把她给卖掉 谁知原非的魂劲上了来 说什么也是不答应 就指着凤语恒不听地道 卖掉 必须要卖掉 然后再跟那三个来接应的人一挥手 把少夫人带走 那三人心领神会 立即冲上来 把望穿强行拉走 任凭凤语恒跟望穿二人 如何哭喊都完全不理会 紧接着 原非又一指黄泉 你 去吧那个女人 给本少爷买下来 黄泉二话不说 转身就去找青乐 原非看了眼 跪在地上哭个不停的凤语恒 眼底闪过一丝无奈 到底还是指着他 命令绸书说 给本少爷绑起来 一会儿带到奴隶市场去卖掉 求书正要上前 这时 却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声道 慢着 这个奴隶 我买了 疯狂计划拉开序幕 凤语恒疯狂的计划 终于拉开序幕 当求书接过陆夫人 递过来的五十两银元 当原非眼睁睁地看着凤语恒 被陆夫人拉着走远 心底的担忧 像是再压不住 腾腾地就窜了上来 有一种很可怕的直觉 也匆匆来袭 他做安慰多年 面对危机时的直觉最是敏感 现在 直觉告诉他 凤语恒撇开他们所有人 冒险去北界 极其危险 他脚步前踏 做事就要把凤语恒给拉回来 求书却先踏一步挡在他面前 压低声音道 大局为重 原非沉吸了几口气 心绪总算是稍微平稳下来 可稳定之后便是苦叹 郡主不与殿下同行 已经是极其危险之事了 结果他现在又出了这么个主意 这可该如何是好 这时 黄泉也回了来 却并没有带着清月 他回到原非身边 一看并没有凤语恒 便知人一定是已经走了 他面上附了一层交集 却也很快退去 不管怎么说 计划已经开始了 他们绝对不可以在这种时候 托凤语恒的后腿 于是他恭敬地对原非道 少爷 那个割机头子说 那女人不卖 如果少爷对他手里的货物感兴趣 可以再换一个 只有那个不行 原非怒哼一声 一甩嗅道 还真当本少爷 没他不行了 给脸不要 哼 而后转身 快步走了 黄泉松了口气 小心地往北边官道上看了一眼 陆夫人一家 早就上了马车走远了 她无奈摇了摇头 赶紧跟在原非后面追了去 而此时 凤语恒正坐在陆家的马车里 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不时都问着陆夫人 我们家少夫人不会有事吧 我就这么走了 少夫人一定会伤心的 之前被迫除掉了那个丫鬟 陆通判的心理总是不太好过 她府上虽说也有几方小妾 但在陆夫人的打压下 能活下来的也只有女儿 然后那些女儿就会在急急之后 被送到各种有利用价值的人家去做小 平日里 每月能抽出在小妾房中留宿的日子 最多不过三天 以至于四房小妾 有的她甚至一个月都轮不到一次 更何况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当然 偷不如偷不着 那丫鬟就是处于一个偷的地位中 再加上她胆子大 拉着陆通判 都敢趁着陆夫人睡着了 在眼皮子底下 就行苟且之事 自然在陆通判心中的地位就不同 很难再遇到那样特别的丫鬟了 陆通判这样一想 心里怨恨就更大 不过这样的怨恨 她不敢对夫人发 便将气都撒在取代那丫鬟的凤与恒身上 凤与恒的话 没等来陆夫人的回答 却是让这陆通判勃然大怒 就听她突然大吼道 没良心的小崽子 谁是你们家少夫人 已经被我们买下的奴隶 还口口声声认别人是主子 这样的奴才 要你有什么用 凤与恒下的缩成一团 心里却在冷哼 为了演戏 她硬是把个原妃给说成是喜怒无常 又贪图女色之人 却不知 真正的常怒无常念图女色之人 其实是这陆通判 看她那日在原妃的哑乡时倒还老实的样子 却没想到这翻起脸来 真是比翻书还快 不过她也只是吼上两嗓子 真正要她有什么作为 却也是不能的 有陆夫人坐在这里 即便是成口舌之快 陆通判也只能到此为止 陆夫人阴沉着脸看她 冷哼道 怎么 我现在身边带着个黄毛丫头 你下不去手了是吧 不如以前那个剑妹是吧 陆正天我告诉你 想要坐上青州之州的位置 你就得靠我端木甲 否则就凭你那点人脉 想都别想 一提到青州之州的位置 陆通判立马就粘了 她巴望已久的位置 真的就只能靠着端木甲 不然她暗里运作了那么些年 怎的就都没见成功过 见陆正天不再吱声 陆夫人又白了她一眼 然后伸手去轻拍凤与横 声音放低下来 别怕 她也就是个直老虎 吓唬人行 别的什么本事都没有 你以前在幼相府里做事 那少爷又是那么个脾气 想来这样的场面 也见得多了 凤与横点点头 附和道 陆大人和陆夫人 已经是大好人了 从前的少爷真是 他一说起少爷 眼圈就又红了起来 陆夫人又是好一阵红 可红归红 话里话外 却也没有忘记 买下这丫头的目的 时不时地就问上几句 关于右相府的事 凤与横随口胡扯 又把话题 绕到右相跟左相凤锦园 互相不对付 最终 凤锦园被削了官的事 同时 他也给自己又起了个名字 叫千玺 马车上三人 各怀心事 匆匆往北地而行 留在青州的望川等人 却是甘着急 也不敢往前去追 毕竟那陆家在这边 也算是半个地头蛇 再加上陆夫人 又有端木家的血统 他们突然买了个小奴隶 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肯定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只怕这时候 已经有意图打探之人跟踪而去 他们若在行动 实在是太危险了 望川一行被困青州 至少也要数日后 才能再次改头换面 继续出发 而此时 玄天明的大部队 依然行在山里 白芙蓉骑马的技术 经了这些日子的锻炼 却是好了不少 但依然别扭 不似凤与横那般自如 白则与玄天明二人 将他护在中间 名为保护 实则是为监视 白芙蓉自然是不知其中究竟 一心一意地控制马匹 生怕山路崎岖 这马再一抽风 把他给摔下去 白则瞅着 他这紧张的劲儿 不由得到 早知有今日 就该提前把马术给练好了 嗯 白芙蓉一愣 不明白白则的话 我怎么就早知道能有今天呢 他眼睛瞪了起来 这也就是赶上了 我是硬着头皮上的 不然我一巧匠的女儿 我没事闲得练马术干什么 白则撇嘴 巧匠的女儿是没错 但你结交的好姐妹 可是哪一个都不简单 除去封家姑娘之外 你说说 五阳公主也好 平南将军的女儿也罢 再加上咱们王妃 哪个不是胡将 你跟他们混 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 起码这种事 早晚都得赶上一回 切 白芙蓉白了他一眼 能交到这些朋友 是我爹的本事 但谁说的朋友会傻我 就得会傻 你去问问封天玉 问问他会不会骑马 白芙蓉呛起白则来 那是一句话 都不带让他落地下的 白则摸摸鼻子 心说果然 王妃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嘴皮子不利索 不过白芙蓉啊 白芙蓉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这样还能装过几日 大军又在山里行了五日 终于绕过了青州 可部队不能走官道 前面等着他们的 就又是新一轮的进山 这日子时 白则将一封密信 送到玄天明面前 上头用火戚封着 外头写了一个穿字 他们便知道 信是望川送来的 玄天明将信拆开 一看之下 不由地大惊 白则不解 为何他家主子 会有如此表情 惊诧之下 也向那信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下点没把他给下趴下 这 这这这 那女人胆子也太大了吧 玄天明握着信的手紧握成拳 密信在他手中团成一团 手指都咯咯作响 凤于衡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玄天明仰头望天 要用很大的努力 才能止住 不去追他的冲动 此时此刻 他内心的想法 跟白则是一模一样的 那死丫头的胆子 大的他有的时候 都觉得要说不住 可是已至此 便无法改变 他将那已成团的纸 扔入燃热的火堆 小声吩咐白则 这人去探 只留意陆家后面 有没有跟着的可疑之人 定要确保郡主安全 白则点头 立即去安排 再过五日 消息再度传回 白则告诉玄天明 除去望川一行 继续上路往北 并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他顿了顿 又道 不止陆家那边没人去追 望川他们后面也没跟人 想来 那些人是回京城搜去了 他又想起那天晚上 听到的白芙蓉 与那黑衣人的对话 心头终是不解 但那也是这些日子 他还算给白芙蓉 些好脸色的原因 否则 一旦白芙蓉 将凤与恒的行踪透露出去 他定会立即出手 将人打死 玄天明听着这话 倒也不意外 侧了身 眯起眼睛 往白芙蓉睡着的营帐看去 从小到大 他从未对自己出身皇室 有过任何怨言 于他来说 皇子也好 平民也罢 怎么样都是活 无外乎做皇子 就是多担些责任 多打些大仗 更何况 他本就志向在此 倒也惬意 只是这些出征 就一切都不同 他的生命里 有了一个女人 那女人 有着与他几乎如出一辙的 个性与爱好 说起打仗 那死丫头一蹦一尺高 比他还要欢乐 他原本对两人一起上战场 环抱着几分期待 甚至都想好了 在战场之上 定要好好护着他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受到半点伤 可是没想到 大赢都还没出呢 那死丫头 就要自己先行一步 又用无数大道理说服了他 他知那些道理全对 于是放他先行 可是现在 死丫头居然连丫鬟和暗卫 都给甩开了 他可知 大军本就行得慢 这一路往北 少说也得走四个月有余 这四个月里 他该有多么担心 从秋风扫落叶 走到寒风刮谷 慢慢地 终于大雪漫天 两个月 过去了 初入北界 凤与恒坐在马车里 倾鲜了车帘 立即有雪花随风灌入 纵使他也动得 陆夫人正在吃干粮 这两个月来 多半都是在马车上渡过的 就算停下了 也是直接就到客栈休息 整天除了吃就是睡 两个月下来 他又胖了不少 凤与恒问他 夫人 还有多久能到关州啊 他一边说 一边抱了抱身子 好冷 陆夫人也觉得冷 不过他胖 脂肪厚 所以倒也不觉有多受不了 终于最后一口点心吃完 又喝了口水 这才到 再走两天就差不多了 你头一次到北界来 可得小心慎严 这边不比中原 民风凶悍 有的时候买个包子 都能打起架来 凤与恒做惊讶状 真的 事实证明 的确是真的 两天后 陆家的马车 在关州城外停了下来 凤与恒最先下了车 车夫扶下了陆通畔 他再去扶陆夫人 怎知陆夫人下车时 正好城门外 一个麦考红薯的 正在江生的红薯 往铁炉子里摆 有一个没拿着滚落出来 正好滚到陆夫人脚下 他没看到 一下踩了上去 身子一栽歪 差点就摔倒 好在凤与恒和陆通畔二人 合力将他给扶住 这才勉强稳住身子 陆夫人低头看了一眼那红薯 抬脚就剃了开 随口道 一群刁民 她说话声音其实很小 就连在前头拉马的车夫 都没注意听 可却偏偏落在赶过来 捡红薯那人的耳朵里 再加上陆夫人用脚 剃了他的红薯 这人当场就翻脸了 操着一口北方口音质问道 你说谁呢 说谁刁民呢 红薯自己咕噜过来的 你当我乐意啊 还用脚踢 这是人吃听东西 你那脚是金子做的呀 你 陆夫人怎么说 也是个官家夫人 这种当街对骂的事 她是干不出来的 但她自己骂不出来 却不代表她没有别的招 就见她一把将陆通 判给推到前头 小声道 一个大男人这种时候 就该你出头 躲在我身后算什么 陆通判也觉得自己应该出头 于是指着那卖红薯的力声道 大胆 区区小明镜也赶篮关车 今日本官就是把你给打死 也无人替你出头 凤玉衡暗中偷笑 区区一个通判 还真拿自己当的大官呢 不过这北地的民风 倒的确是凶悍 陆家的马车算不上好 却也绝对不是那种 扔到马车堆里 就挑不出来的 能在城门外卖东西的小商贩 自然是看惯了人来人往 应该对大户小户 有个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然而 她还是敢跟陆夫人这样说话 这除了北地人性子使然之外 定还是有些别的原因的 那卖红薯的 一看陆通判出面了 火气瞬间就转移过来 完全没被本官二字给吓倒 而是轻蔑地指着他说 芝麻大点的一个破官 还好意叫耀武扬威的 瞅瞅你们的穿戴 再瞅瞅你们的马车 要我说 最多也就是个六品官 还是没有实权的 嘚瑟个什么劲 凤玉衡差点憋出内伤 这眼力 看得可真准啊 陆通判也是被骂了的大红脸 就听那卖红薯的诱导 你也不看看这关州城是什么地方 这是北界的南大门 过了关州 再往北边去 那就是松州 那可是端木大都统的驻地 每年的这个时候 各处前来给大都统读寿的官员数 都数不过来 极品的都见过 哪个不比你强 我告诉你 踢了我的红薯 五两银子 给钱吧 不给就在这给我待着 算算这日子 离大都统寿尘也没几天了 我倒是要看看 在你们心里 是给大都统读寿重要 还是这五两银子重要 陆通判是彻底服了 北界果然都是汉民 这一个个的还讲不讲理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 可他气归气 就像那人说的 离端木安国的寿尘之日 可没几天了 要是不快些赶路 怕是要迟 更何况 人家把话说到这份上 这城门口人来人往的都听着呢 他要是再继续与之纠缠 那就是不把大都统放在眼里 那就是说在他心里 大都统还抵不过五两银子 这帽子给扣得可是好 陆通判即便再不情愿 还是得乖乖地掏出银子来 这才得以顺利进城 关州有个规矩 进城出城必须下马下车 然后经过守门兵检查方可进入 特别是这段日子 北界三省原住民出门 必须把官府发放的身份牌子 带在身上 那些外来祝寿的 必须地上拜帖 方可入内 另外 来祝寿的人 带的丫鬟随从人数也有限定 每位主子 限带两个 这样的规矩 可是比进京城要言得多 但人们还是心甘情愿地遵守 因为端木安国这个北界土皇帝 的确能让他们捞到好处 而今千州作乱 北界三省是大顺的北大门 端木安国的地位在旁人眼里 瞬间便又抬高了几个层次 即便三皇子已经废了 但人们还是相信 天武帝不会动端木一家 毕竟动了他们就是 动了北界的根本 只是人们不知 这端木一家 俨然已经投了千州 朝廷早就知道 只不过 为了不引起百姓恐慌 才没有昭告天下 而端木安国肯定也知道 自己的事情已经败露 却还是大肆地放这些 前来祝寿的官员进城 怕是这里面要另有文章 凤宇恒跟在陆家人身边 顺利地进了官州 这是他第一次来北界 天上还扬着雪 地下积雪也没过了斜面 才起来咯吱咯吱的 但他却并没有表现出 有多新鲜的样子 甚至面上也没见笑容 这倒是让陆夫人心里犯了合计 待三人又上了马车 继续往松州赶路时 他便问道 千玺 我瞧你的样子 以前像是来过北界 凤宇恒摇头 从未来过 哟 那可不像 陆夫人面上露出谨慎之色 又道 第一次来北界的人一般 都对被这般冰雪样的世界 生出兴起 怎对我瞅着你倒是平平常常 一点都没有新鲜感 凤宇恒轻叹了一声 本来是该兴起的 可是这样的大雪 让我想到了去年冬天 京城的那场冬灾 死了好多人 好可怕 他说话时神色气哀 倒是一下子 就把陆家夫妇二人的思绪 也给带回了去年冬日 那一场冬灾 几乎是整个北方地区的 萧州也不能幸免 凤宇恒这么一说 倒是打消了陆夫人的疑虑 他点点头 道 是啊 那场冬灾实在是太可怕了 萧州城内的雪都没了腰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大的雪 即便是在北界 也是不曾有过的 话题一沉重起来 人们便也没了说话的心思 这正和凤宇恒心意 干脆半靠在车厢上发呆 可他看似发呆 脑子里却在不停地运转着 想着到了松州之后 可能遇到的一切 马车又走了五日 终于到了松州 相比关州 这边城门的盘缠更加严格 甚至外来人还要在书面上 座椅登记 甚至有遇到可疑之人 还要被要求提供户籍证明 陆夫人拍拍额头跟凤宇恒说 买你的时候 还真的忘了跟他们要你的户籍 凤宇恒也一脸苦涩地道 就算要了 应该也没有 少爷出门 不可能带着那些东西 毕竟在和天府范围内 没有任何人有本事找他的麻烦 陆夫人觉得 他说的也有理 于是点点头又道 没关系 我们好歹也是端木家的亲切 往年来的时候 都没有被过多盘查的 事实证明 陆夫人说的是对的 那些守门的人 一见了陆家地上的名帖 立即就配出一个人 专程送他们到指定的客栈去休息 陆夫人进城时 高高地扬起了头 十分高傲得意 仿佛在这里 他就会高人一等般 终于那引路人 停在一家有三层高的客栈前 指着里面对陆夫人道 这边是都统大人 专门为前来贺授的同僚 准备的休息之所 请夫人一步 里面有专门为您和通判大人 留出的上房 到了这里 陆夫人的地位 自然比陆通判要强上许多 以至于下人们也都是看他说话 陆通判完全成了附属 他倒也没有不甘心 老实地随着夫人进了客栈去 再由小二引着到了上房 那上房是里外两间 里面主子睡 外头自然就要睡守夜的下人 凤语恒赶紧把行李往到外头 然后扶着陆夫人坐下来 一边给他倒茶 一边很是开心地说 人人都说到了北界 即便是经理三品官都要低人一等 以前在丰府的时候 老爷就说过 即便是他来了北界 也是要等端木大都统召唤 才得以见上一面的 可奴婢刚刚看到这里的下人 对夫人竟是这般客气 想来夫人在这边 也是说得上话的人物 奴婢跟在夫人身边 真是荣幸之至 陆夫人被夸到了点子上 立即笑了开 那是 我虽说是端木家的旁之 可这些年也没少往北界跑 跟本家自然亲近许多 他一边说 一边又瞄了路通叛眼 再道 更何况 这不是还有个庶女嫁过来了吗 虽然跟我没什么续缘关系 可到底我也是路家的人 多多少少 也得给上几分面子 老爷 他转而对路通叛说 回头也着人 打听下那丫头的近况 咱们这次来 怎么说也得见上一面 路通叛点头 那是自然 否则送他来这里 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 躲到窗边往外头去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之下 静是鸭的一声 然后回过头来 对着陆夫人道 夫人 外头不对劲啊 囚禁 路通叛的话 引起了路夫人 以及凤语恒的重视 几人同时凑到窗边往楼下看 但见下方客栈门前 正有一伙人在争执 原本这种街头争吵之事 十分寻常 并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这场争吵 特别就特别在 它是在客栈的住客 与门口守卫之间发生的 之前带着他们来到这里的那人 就曾说过 这家客栈是端木大人 为了接待 前来为他祝寿的远方来客 特地包下来的 里面住的 一律都是外省赶来的官员 及其家眷 而门外 都同府还派了重兵把守 以保证官员们的安全 按说这样的安排 也算是合理的 人们并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还在感谢 端木家周到的安排 可是眼下 就听楼下争吵人群中的 一位夫人扬声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大老远地到北地来 安顿好住处之后 定是想要到街上逛逛 领略下北地的风雪 为什么不让出去 参与把守的戴卫达 没有为什么 不能出去 就是不能出去 这也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 我们就逛个街 能出什么事 一位小姐不满地说 难不成你们这里 遍地是土匪 边上的夫人 赶紧把她的嘴捂上 赤道 别乱说话 可她自己 对小姐的话道也是赞同 于是又指着街上 往来的行人道 你看 这些人不都是 在外头走着 出什么事了 却没想到 那侍卫竟是说了句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可以 你们不行 快些回去 离独统大人寿宴 还有三天 这三天之中 任何人都不可以走出客栈半步 这话说完 守卫们立即联合起来 把人往里面推 同时砰的一声 把客栈大门给紧闭起来 那之前说话的守卫 突然抬起头往楼上看 一时间 那些推开窗子 看热闹的人 赶紧就缩回头去 窗子也迅速关了起来 陆通盼也将窗子关好 沉着脸对陆夫人说 下去看看 我们能不能出去 陆夫人慎重起来 想了想 点头道 好 然后带着凤雨恒 转身出了房门往楼下走 陆通盼也在后头跟着 之前被赶回来的夫人小姐们 还聚集在客栈一层的大堂里 人们议论纷纷 语气中充满了不满 那客栈的掌柜 在边上不停地劝 诸位 这可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如今千州叛乱 北界警铃千州 万一混进敌人来 你们都是关家人 遇到危险可就不好了 那也不能连门都给关上了 这不是囚禁吗 不知道是哪位小姐 突然嘟闹了这么一句出来 声音很小 却还是被经过的凤雨恒 听到了耳朵里 囚禁 那位小姐的分析 许是正确的 陆夫人神色严肃 直奔着门口就走了去 一看到 她这气势汹汹的样子 那些吵闹的夫人小姐们 也都静了声 纷纷扭头去看 那掌柜的 也赶紧迎上前 点头哈腰地道 夫人 官爷 真的不能出去啊 您就行行好 别再为难小的了 陆夫人眼一力 朗声道 我乃端木家族中人 端木大都统是我的表叔公 我夫家的庶女 如今正是都统府 最受宠的第九房小妾 我们的身份 又怎能与她们一样 她说着话 扫了一眼那些夫人小姐们 一脸的不屑 掌柜的有些为难 一方面不敢违背 都统府的命令 另一方面 又对陆夫人身份的震慑 有些惧怕 可再想想 却不得不纠正到 如今都统府正受宠的小夫人 是大都统的第十二房小妾 并非夫人说的 那第九房啊 陆通判一愣 冲口就到 才不到一年 就已经取到了第十二房 大厅里的人 原本对陆夫人的话 十分不满 但这小妾的事 又成功地转移了 她们的关注点 也不知道是谁说了声 听说娶的小妾 一个比一个小 这最小的那一房 人都还没几几 掌柜的连连摆手 小声道 说不得 这话可说不得呀 万一被传了出去 你们可就真的出不去了 陆通判的脸 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陆夫人心有不甘 干脆上前抬手拍门 砰砰砰一连数声 终于外头有人呵斥了一声 不许吵闹 陆夫人大声道 我乃端木家族人 都统大人是我的表叔公 你们让我出去 我要拜见叔公 不行 外头的人 想都没想干脆地道 都统大人有吩咐 进到客栈里的人 一律不允许外出 可没提过你这么个亲戚 不许再吵闹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这一声吼道 真是把屋里的人吓到了 不客气是什么意思 他们都明白 只是不知道 为何明明是客 却要遭受这样的待遇 陆通判紧锁着 没看向自家夫人 陆夫人此时 也是气得蹊跷生年 可再生气 她也没有办法 事已至此 她也想知道是为什么 却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 陆通判冷哼一声 转身上了身 凤玉恒赶紧扶着陆夫人 在后跟上 三人进了屋后 就听陆通判道 早在萧州的时候 我就有听闻 北界这边跟千州关系暧昧 就说这趟不该来 可你非要来 现在怎么样 出事了吧 陆夫人一听这话 当时就炸了 你怪我 我是为了谁 我一个附导人家 难不成我还能去做官 要不是你 天天惦记着 青州之州那个肥缺 我能不顾娘家的反对 执意往北地走这一趟 再说 现在也不见得 一定就是出了事 千州作乱 这边离着那么近 大顺官员来了这么多 安全肯定是要保护好的 她声音软了下来 劝道 你也别着急 咱们再想想办法 事情明白着呢 就你还执意不信 陆通判阴沉着脸 看了一眼凤玉恒 很是贤气地道 越是乱就越是 有天乱的 这么个孩子 带着都半脚 干脆扔了算了 凤玉恒吓得 往陆夫人身后躲了躲 可陆夫人这次 却并没有在护着她 只是拧着眉 什么都没说 陆通判思来想去 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逃 咱们想办法逃出去 我总有一种预感 再不逃 怕是就逃不掉了 怕是现在就逃不掉了 凤玉恒突然开了口 说出这么一句 见对方瞪向自己 于是抬手指了指门外 小声道 你们听 陆家夫妇一愣 随即侧耳去听 这才注意到 外头正有脚步声匆匆而来 踩在木板 地面上砰砰的响 一点都不避讳人 随即 又有人喊道 为保护诸位大人安全 即日起 直到大都统受宴之日 任何人不许出入 很快的 便有人站到房门外 明显是每个房间 都被把守了起来 陆通叛道西 一口冷气 面色有些白 陆夫人跌坐到椅子里 身子都有点哆嗦 口上却还是道 那丫头怎么酿蠢 连个宠爱都保不住 她是第九房 如今都有了十二房 想来 她的那点恩宠 早就已经不在了 陆通叛也是重探医生 虽说是庶女 可她到底也不是什么大官员 家宅很小 再加上陆夫人无所出 庶女在她心里 跟嫡女是一样的 就在端木安国上一个生日时 他们来祝寿 亲自把那个女儿 送进了都童府 那时可是风光的景 端木安国还特地 给她夫妇二人敬了酒 可就像是陆夫人说的那个 才不到一年 就已经娶到第十二房了 第九房 还能剩下什么恩宠 她面色气哀 不由地心疼起自己的女儿来 可陆夫人的心思 却赚得比她快一些 对那个庶女 也自始没什么感情 很快便开始琢磨起出路 她想了一会儿 面上献了一丝果决 跑逝肯定跑不掉了 更何况 如果北界这边真的有问题 那我们就算回去了 也难道大顺罚王 那你说怎么办 陆通叛也没主意了 夫人说的对 就算回去了 大顺追责起来 也是要命的 她夫人是端木家的人 一旦端木家出事 她陆家也逃不掉 陆通叛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对娶了端木家的女人 生出后悔之意 在看过去时 目光中也带了一丝厌烦 凤与恒把这二人的心理状态 都看在眼里 不由得心中冷笑 直到还真是应了那句 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男龄头个自飞 这陆家夫妇 如今还没到穷途末路呢 就已经生了嫌弃 这样的两口子 怪不得那丫鬟能插得进脚来 陆通叛是生了二生 可陆夫人却还是一门心思的 在替自家丈夫谋划着 她说 与其回去被大顺为难 莫不如拼一把 在北界也不是不能成事的 你说什么 陆通叛大惊 陆夫人却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面上带着兴奋 努力压低声音道 我的意思是说 不如咱们就留在北界 凭着我娘家的关系 怎么也能在这边 给你谋个差事 老爷 不是我不顾陆家 如今见在弦上 你就是不发 也说不回去了 这道理陆通叛自然明白 可这就意味着 萧州那边的家业 就得彻底的舍弃掉 不但家业要舍 家里的那些人 她的小妾 她的女儿们 也都得跟着受牵连 这个保命的办法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她微闭了眼 听着陆夫人一句一句地道 老爷 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 咱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就算不做这样的决定 你以为回去之后 陆家就能有活路吗 北界不反那 怎么都好说 咱们这一趟 就全当是给表叔公祝寿 可若真反了 大顺不会放过 任何跟端木家 有签编的人 老爷 做决定吧 陆通叛这个决心下的 实在是太难 可尽量难 他却还是点了头 毕竟在他心里 自己的命 绝对是最重要的 女人可以再娶 孩子可以再生 只要自己能活 不过 这个北界的差事 如何去谋 他们如何能再进一步 去亲近端木安国呢 他睁开眼 突然用一道 带着算计的目光 撇了凤语横一眼 端木家的大阴谋 之前在楼下那些 夫人小姐们 说什么来着 端木大都统 已经娶了第十二房小妾 一个比一个小 最小的这个都还没及机 他携夫人来给端木安国祝寿 为的是想让端木安国 给朝廷说句话 让他坐上青州之州的位置 带来的礼物自然贵重 可如今形势又不同了 他想保命 想在这么多官员里 脱颖而出留在北界 单凭陆夫人一个旁支的亲戚 是不行的 这点受理也是不够的 再加上那个庶女不管用 他必须得想另外的办法 而这个办法 路通盼的目光 在凤与恒身上 迅速地扫了一下 心底已然有了主意 夫妇俩不再说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 终于在路通盼眼神的示意下 夫妇二人决定到里间休息 左右示意至此 出不去就只能在屋里歇着 凤与恒帮着铺好了床 在事后着路夫人洗了把脸 这才把门关上 退回了外间 房门关起的那一刻 路夫人立刻向路通盼 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路通盼只小声道 顾忌重念 他便心领神会 凤与恒对阵的扇门 朱唇轻条 他是什么人 活了两世的人惊 就路通盼那点小心思 哪里瞒得过他 要把我送进都通府吗 很好 郑愁进不去 你们却给了我一个好机会 只不过需要好好想想 若是做第十三房小妾 到时候把路夫人 这个大妈送入洞房 端木安国会不会直接恶心死 他心下打定主意 便悠闲地 躺到外屋的榻上 闭了眼扬起神来 随着端木安国寿宴临近 进入松州的官员是越来越多 当然 这里头多半都是外州省的中间力量 经理那些能上得去朝的官员 却是一个没来 毕竟经中消息灵通 人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些北界的事 这趟混水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 寿宴前一日 都通府后院的书阁里 端木安国端坐在太师椅上 下手边坐着的是他的长子端木聪 这端木聪今年已经有四十出头 正是那个死在凤玉衡和玄天华手里的端木卿的父亲 对于大顺端木安国的恨那是这么多年卑躬屈膝的国恨 而这端木聪却是狮子之痛的家恨 他做梦都想杀到京城 去把凤玉衡和七九两位皇子给一刀剁了 可惜 大顺往北界杀 他们能守 但要指望北界冲出去 却是绝无取胜的可能 端木安国看了这儿子一眼 深知他心中有仇必须得报 这个仇不单是端木聪 就连他自己也是要去跟京城那边算一算账的 端木卿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孙子 能闻能武 他甚把这北界副都统的位置都为其求了来 却没想到 本只是打算送到京城去历练历练 结果却命丧一香 这让他如何能担心 从二 端木安国开了口 你放心 亲二的仇为父 一定给你机会 让你亲手去报 但不是现在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养精蓄锐 再帮着大顺 把千周这个劲敌 给好好地树立起来 等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时 才是我们真正要出手的时候 端木聪深吸了口气 压下心头之恨 点了点头道 父亲说得在里 眼下大顺 有近四十的官员来到北界 还带了家眷 有这些人在 大顺就算不能被我们掏空 也算是掏了一半了 端木安国面色依然沉冷 对此并没有太过乐观 他说 能来北界的 定是没有听说这边局势之人 这样的人对于大顺来说 想来也是无关紧要 但是没关系 再无关紧要 至少人多 他们就是想补这个缺 一时半会儿 也是补不上的 这些人必须要把他们留在松州 无论想尽什么办法 就是关 也都得给我关起来 端木聪赶紧道 父亲放心 人都已经分别控制在几家客栈里了 儿子已经派出重兵前去把守 这里是北界 不是京城 他们就算明白过来想要逃 也是插翅难飞 根据进入关州时的明帖记录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大量人手 去控制他们的家人 有家人的潜质 这些人不得不听我们的话 端木安国心中暗叹 他这个长子啊 到底是脑筋不够灵活 心思不够深远 考虑事情 也总是奔着一条直线去 从来都不管个弯 这也正是他当初 把这北界富都统一职 直接给了长孙 而没有给这长子的原因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北界离中土太远 这些人又来自四面八方 你要派出多少人去 又或者是送出多少密信去 如此大量的调派人手 大顺朝廷怎么可能不知晓 更何况 等我们的人找到了那些人家 对方说不定一早就有了防范 又岂能是说制 就制得住的 聪儿啊聪儿 你若有亲儿一半的机灵 为父也不愁这片土地后继无人 端木聪被他父亲说的这个上火 可还是没想明白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办法 端木安国一声冷笑 告诉他 何须我们自己动手 只需放出风声去 就说这些官员 已经投了北界三省 投了我端木家 他们的家人 大顺朝廷自会替咱们收拾 而对这些人 咱们也不过是一句空口白话 便可以轻易控制 难不成你还以为 他们有那个本事 出得了松州城 自己再去打他吗 端木聪听了这话 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 赶紧站起身道 那儿子这就去重新安排 说完 匆匆离去 端木安国一声重叹 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原本硬朗的腰板也他去了些 绝术的神经也陷了几分尾米 那骨子 如同这北地冰寒一般的凛冽之气 也渐渐退去 面上附上一层老态 他到底是老了 即便不愿承认 可身体却已经开始不时地提醒着他 不如当年 千州狼子野心 从始至终都惦记着大顺国土 这没关系 他巴不得千州跟大顺打起来 如果可能 他还会在暗中帮着千州一把 最好是 能把千州给帮得冲出国门进攻中途 这出头鸟一飞 他端木家立刻就会掉个头去 攻打千州 端木安国眯起眼 目光中又付了那种冷凝之色 当初端木家族先祖与玄家 一起打下大顺江山 玄家得了中途 而端木家却只得个小将军镇守北地 那时候 北地还没有这么大 这关松江三省 也并不在大顺国土范围内 而如今的北界版图 是端木家几代人 拼死打下来的土地 端木安国 从打阶下这任组长那一刻起 就立了誓 要向玄家讨回一个公道 当然 那三皇子玄天叶 不过是他用来恶心老皇帝的一枚棋子 他有自知之名 大顺江山大泰 端木家吃不起 可另一个地方 却是志在必得之处 陆家夫妇本来想假装歇一会儿 两人说说话 谈谈下一步的计策 却没想到 陆夫人假装得太认真了 没多一会儿就真的睡了过去 陆通盼没事做 就也只能跟着一起睡 许氏舟车劳顿 这一觉就睡到天黑 连晚饭都没起来吃 凤与恒可没想跟着他们一起挨饿 中午进空间砍了半个肘子 晚上又进空间 把剩下的半个肘子吃完 还洗了澡 刷了牙 旅途生活过得十分愉快 可终也是有没事干的时候 他抱着膝坐在外间的炕上 隔着窗就能看到 站在外面的守卫人影 虽说是被变相地囚禁 但端木家倒是 没在环境上亏待了这些人 北界天寒都流行盘抗 从里间到外间 热炕烧得特别好 以至于他要坐在被子上 才能不被烫到 凤与恒能觉察到 端木家似乎正在实施一个大阴谋 只是这个阴谋究竟是什么 总感觉并没有表面 看起来这样简单 北界投敌 可投去的那个地方 与端木家族之间 真的会成为盟友吗 他拽了被子盖在身上 虽然抗湿热的 露在外面的身体 依然会感到寒冷 他靠在墙上想着 玄天明的大军人多 走得慢 还得绕山路 即便再慢 这时候 应该也能走完一半的路程了吧 他此番冒险独行 那家伙一定气坏了 眉心的那朵子莲 在他动气的时候 定是开得更盛 十分好看 某人开始泛起花痴来 而与此同时 走在山里的那个子莲男人 猛地打了个喷嚏 他吸了吸了鼻子 似乎猜到了什么 不由地冷哼一声 翻了个白眼 白芙蓉看了他一眼 小声问白泽 殿下咋回事 白泽很能揣测主子的心理 当即就到 八成是被王妃念叨了 哦 白芙蓉点点头 阿恒 还有这种远距离控制的功能 真牛 一边说 一边又把身上的大披风裹了裹 越往北走越冷 山里已经上洞了 河面都结了冰 他光是 看着就觉得寒 更别说时不时就会有冷风刮来 那才叫撤骨 白泽笑嘻嘻地说 你可别表现得太弱了 毕竟这点小寒 对咱们王妃来说 那可不算什么 或者你很乐意看到这事儿露线 白芙蓉立起眼 强压着声音怒道 你说什么呢 要是乐意看着露线 我遭这个罪走这趟干什么 在家里 当我的千金小姐好不好 妾 她无意识地摆了摆手 我真是想不通了 就你这种脑子明显不够用的人 是怎么能跟在酒店下身边的 真是替酒店下委屈 居然能忍受你这么多年 你这死女 白泽气得想要揍人 可这众目睽睽之下 她总不能打王妃吧 这口气就只能憋着 一张脸通红通红 瞪向白芙蓉的眼睛里 明显带着怨毒 白芙蓉赤鼻 怨妇式的眼神 好意思瞪呢 两人就这么 你一言我一语地绊着嘴 在这期间 峡谷的一线天之上 又有一只苍蝇翱翔而过 我吃你家饭 还是喝你家水了 白芙蓉以前从来没觉得 鹰是一种如此讨人厌的生物 她甚至还羡慕过 苍蝇可以翱翔天际 却不知如今 只要一看到鹰飞 一听到鹰鸣 就会引起心底恐慌 那种恐慌 带动着心脏一颤一颤的 差点让她连坐都坐不稳 白泽仰了头 盯着那只盘旋了两圈的苍蝇 看了一会儿 笑她说 怎么 白大小姐怕鹰 白芙蓉没支声 眼睛盯着前头很认真的在骑马 过了一会儿 突然把头转向玄天明 开口问她 听说阿恒培养了一只神社 剑法婉转盘旋 直射皆可 不知道咱们这一行里 有没有带着那只神社的人 没等玄天明说话 白泽先不干了 喂 你打这个干什么 白芙蓉笑了笑 淡淡地说 没什么 就是想问问看 天上那只鹰 能不能把他给射下来 嗯 白泽皱眉 射他干什么 那是你们的联络暗号 真要射下来了 你岂不是要遭殃 闹得慌 白芙蓉揉了揉太阳穴 就是看着他在天上飞 就觉得闹得慌 特别是他一叫 我就头疼 就飞着吧 终于 玄天明开口了 却是道 觉得闹就不要看 至于声音 听习惯就好了 白芙蓉没说话 半低了头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玄天明的声音 却又传入而来 竟是对他说 对于不喜欢的东西 躲着是没有意义的 一箭射死 也解决不了根本 射了一只 还有另一只 鹰吗 总是多的是 除非有一日 你不再怕他 他们的存在 才不能对你有半点威胁 白芙蓉心中一动 脸色立时发了白 死抓着缰绳的手 也有些发抖 再偷偷去看玄天明 却发现对方 完全没有看他 好像刚才的话 不过随口一说 是他想的多了 白芙蓉深吸一口气 将情绪重新调整好 然后笑着对白泽说 殿下说话 就是又难懂 又有道理 随时笑着 心底却泛起苦涩 啊哼啊 啊哼 白芙蓉目视前方 心中默念着 你应该已经到了北界吧 我不管你有什么计划 总之 快一点吧 我好像拖不下去了 这一次行军 连着整整两天一夜 直到人困马乏 终于找到了一处 适合扎营的山谷 近几日一直都在下雪 纷纷扬扬的 虽然不大 却一直不见停 山中无人清扫 气温又比外界偏低 一来二去的 这雪也寄得快要莫吸 扎营时 将士们费了好大的劲 才清理出一大片空地来 玄天明的营杖 扎在最中间 被将士们严密地围住 没留一丝缝隙 白泽安这营时 特地留意了白芙蓉 却见对方看到这样的安排 并没有任何意义 反倒是营杖扎好之后 一头就钻了进去 理由是 我在外头逗留久了 容易被将士们认出来 白泽对着玄天明摊了摊手 就听玄天明道 不用管他 人若有心 断不会做害有之事 人若无心 杀了便是 还管他作甚 白泽深以为然 这一晚 玄天明借口 与副将商议军中大事 晚了便在副将营里流宿 丑时三刻 飘雪的夜里 四声音名在起 白芙蓉将头缩进被子里 双手死死地捂住了耳朵 拼了命地想要把那英明隔绝开来 可惜 英明的穿透力十足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是生生入耳 刺穿耳膜 植入神经 他开始头痛 牙齿咬住下唇 尽量不让眼泪夺眶而出 渐渐地 情绪忍了住 人却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无奈地起了身 将披风披吼 穿起鞋袜 匆匆往帐外走了去 白泽的帐子 与他这边不过半壁之隔 那人也不知道 是不是压根就没睡 总之 白芙蓉这边 才刚先开营帐的门 那边的人就探出头来 问他 上哪去 白芙蓉白了他一眼 问道 白泽 你烦不烦 我每天晚上起来 你都问我上哪去 人有三级 我还能去哪 白泽指了指他的帐子 里头有叶胡 我不习惯 白芙蓉实话实说 毕竟我不是阿恒 我与你们也没亲近到那个程度 有些事情 我希望你们给我留点尊严 白泽坦坦手 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要是再追问 也是太不地道了 便只好道 去吧 别走太远就成 白芙蓉台步匆匆而去 穿过一支支军杖 往山间丛林绕了进去 白泽依然在后头悄悄跟着 只是他的心情 却早已经不像之前 跟踪白芙蓉那般平静 当初是抱捉贼捉脏 捉奸捉双的心态去跟踪的 可自从上次听到白芙蓉 跟那黑衣人说的话 之后的两个月 又看着白芙蓉 隐含着的那种矛盾与挣扎 他突然就觉得 一个女子活成这样 也是挺苦 只是这里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白芙蓉不说 九殿下不问 这事就这么僵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一次 白芙蓉走出庭院 还拐了两个弯 终于 天上的苍鹰朝着一个方向 渐渐冲落下去 白芙蓉也脚步加快 往那方向紧着跑了两步 山里积雪后 这条路又是往山上去的坡 白芙蓉稳着走 上前打晃 这一跑就更是不稳 几次险些跌倒 白芙蓉在后头看着着急 总有上前去扶一把的心 然而 她始终是个不可以露面的跟踪者 前面那个是她的跟踪目标 这一把 扶不得 白芙蓉艰难前行 终于到了地方 脚下去又猛地打了个滑 整个人扑通一下 再到雪里 白芙看到 她那张这两个月来 一直冻得煞白的小脸 全都埋进了雪里 也不怎的 心里就跟着一揪 脚下控制不住 就快了两步 就想 别管她是出来干什么的 这种时候再不去帮忙 可太不是个男人了 大不了就说自己是奉了殿下的命 为了保护她才跟着 主意都打定了 脚步都迈出了 甚至手都伸出去了 却在这时 突然在白芙蓉摔倒的斜侧方 出现了一名黑衣人来 白泽的脚步生生止住 赶紧找了棵大树 作为掩体 把自己藏了起来 可那男人却并没有去扶白芙蓉 只是在她身边站着 低头看着 白芙蓉自己挣扎了好半天 才把身子撑起 连白泽都看得出她 因为雪地寒冷 而打起哆嗦来 那站在她身边的黑衣人 却依然无动于衷 只是问她 你怎么来得这么慢 妈的 这叫什么男人 白泽心里覆飞着 再去看白芙蓉 却见她虽然不再趴在雪地里了 却没站起来 只是在雪地里坐着 仰头去看那黑衣人 咬牙切齿地道 是你那该杀的老鹰 把我领了这么远的路 你看看这漫山的雪 我得是能走得多快 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那黑衣人照着面 看不到表情 但路在外的狭长双眼 却始终冰冷无情 也完全没有因为白芙蓉的话 而有半分觉得是她的错 只是依然用那种 无情的声音同她说 之所以如此难耐冰寒 就是因为 你从小没有生长在北地 主子说了 你若从小养在千州 定不会是如今这般孱弱 哼 白芙蓉冷哼 人还是在地上坐着没有起来 依然养着头盗 你们主子说得倒是不熟 可既然她什么都说 你们为何还要这般态度 对我 我若真是那人的亲生女儿 对你们来说 我也算是半个主子吧 那人目光中闪过一丝轻蔑 毫不客气地告诉她 现在肯定不是 你若真想当我们的主子 就该好好地听话 好好地为千州做事 而不是吃里扒外 帮着那帮人来欺骗我们 吃里扒外 白芙蓉气性也上来了 下意识地 就想站起来与之理论 可才一起 便马上又坐了回去 面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白泽看着直皱眉 双眼死盯住白芙蓉的脚 心里揪得有些难受 这时 白芙蓉的话便又传了来 是反问那黑衣人说 说我吃里扒外 如果你们是里 那我从小到大吃你们什么了 我他妈的是喝千州一口水了 还是吃千州一碗饭了 你们那该死的 主子是过我一身衣裳穿 还是给过我一只镯子袋 什么都没有 凭什么说 我吃了你们呢 你他妈是不是瞎了 一个女子突然破口大骂 纵使那黑衣人 也有一瞬间的错愕 但很快便又恢复过来 冷冷地看着白芙蓉 沉声道 这么说 是承认你欺骗了我们 那几安郡主 根本就没回京城对吧 我骗你们 白芙蓉依然是那副 要炸毛的语气 直瞪着那黑衣人说 我倒真想骗 只管生不管养 凭什么在我长大之后 又逼着我 非得帮着千州 可是你们卑鄙地 抓了我的父亲 你们告诉我 如果不说实话 不配合 就要把他折磨至死 我白芙蓉这辈子 没什么亲 救那一个父亲是我的命 为了救他 我欺骗好友 背叛好友 还伤了人家的妹妹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的父亲 做都做了 从他的神态 他的目光 以及他的话语里 寻出破绽 却终究还是徒劳 此刻的白芙蓉 气得全身都发抖 狠狠地瞪着他 但却是这样的瞪 这样的狠 让那人觉得 他说的似乎是真的 可是 突然 冷箭出窍 死死地抵在白芙蓉的脖子上 那人说 我们并没有在京城 找到那寄安县主 瞬间心动 白芙蓉就那么仰着头 凭风雪 只打在他那 早已经冻得惨白的脸上 甚至连睫毛都盖住了血 薄尖的寒剑冰冰凉 却凉不过他已经半死的心 找不到是你们没本事 若是消息错了 那便是九皇子 有意透露了假消息给我 如今摆在面前的 就是两种结果 一 你们蠢笨 二 我的身份暴露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不怕死 你就是一剑把我杀了 这荒山野岭的 也不过是多一具尸体吧 能做的我都做 能说的我也都说 至于我的父亲 若我白芙蓉真的保不住他 那也只能说 这是他自己的命数 本就该是如此 谁叫当初他遇上了那个女人 谁叫当初他们生下了我 世间因果循环 一报还一报 我们女罪中是死是生 都属天意 她垂下头来 面露哀伤 再说出的话 却是带着极度的不解 我从前听说 千州国君对她十分爱戴 若我真是她多年前 失去的那个女儿 为何如今会是这般待遇 她不接我回去好好宠着 反倒让我做这些丧尽天良 又危险至极的事 当真可笑 她越说话越是冰冷 到最后冷急返校 你杀吧 我死了也好 就不用再这样辛苦地活着 告诉你们的主子 我这一生 只想做白芙蓉 不稀罕千州皇室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直到那寒剑上 都附了半指的血 终于 剑身缓缓游回 那黑衣人的语气也软了下来 道 主子是很疼爱你的 只是如今大顺与千州大战在即 她也是着急罢了 既然你说她回了大顺京城 那我们就再回去找找 你继续留在军中探查 有可疑之事 定要记下来 说完 一闪身 消息在雪木之中 白芙蓉保持着原本的姿势 一动不动 就那么坐在雪地里 心口起伏着 明显地紧张过度 白泽藏在树后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终于确定 对方已经彻底离开 这才闪身出来 快步往白芙蓉那边跑了过去 白芙蓉听到有人跑来 浑身一震 她以为那黑衣人又回了来 下意识地就喊道 滚都滚来了 还回来干什么 一片头 看到的却是已经到了 她身则的白泽 她愣在当场 嘴还张着 面上表情 还是那种透着绝望般的争鸣 可心里却是猛地开始狂跳 一种比之前还要恐惧的感觉 匆匆来袭 吓得她大口大口地喘起粗气 人下意识地就往后退去 一动间 崴上的脚又是一阵剧痛传来 疼得她额上直冒冷汗 可还是忍着疼继续后退 好像白泽是洪水猛兽一样 靠近一步就会把她给吃了 白泽看着面前这女子 也不怎么的 那种揪心的感觉又犯了起来 她定了定神 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正常一些 这才开口问白芙蓉 你是不是中邪了 梦游的吧 说话间又恢复了往常那 骨子臭屁模样 贱眉一利 傲气猖狂 白芙蓉一愣 后退的身子缓了住 正正地看着她 泽泽 白泽嫌弃地看着她 大冷天 你坐雪地里干什么 拉屎也不用坐着呀 这话一出口 白芙蓉立马就炸了 滚 你还要不要点脸了 有当着女孩子的面 这样说话的吗 还是殿下身边的人 怎么殿下那股高贵的气度 你一点都没学来 滚 给姑奶奶滚远点 虽是叫骂 但心底的恐惧和压抑感 却是历时减缓了许多 白芙蓉想 这也亏得找来的是 这个粗神经的白泽 若换了旁人 只怕就凭自己刚才那一句话 就要引起怀疑了吧 白泽见她面色缓了下来 心底也跟着松了口气 刚刚那一瞬间 她还真有点害怕 这丫头过于紧张 再把这个事给挑开了 谈崩了 那她就不得不扮作黑脸 将人押送到殿下面前 哪怕这个事情 殿下早已心知肚明 但心照不宣时 她还能保她一下 一旦窗直挑开 这人必死无疑 人不大 脾气不小 白泽翻着白眼看她 跟你说个玩话笑而已 至于像让狼脸了的似吗 我是好心好意 看你出来那么久还不回去 就来迎迎你 走了半个山头 才把你找着 我说白芙蓉啊 白芙蓉 以前我只知道 咱们家那位王妃推演 管不住 没想到能跟她一起混得 果然各个女中豪杰 你这样人操心的本事 可一点都不比王妃祖宗小 她一边说 一边去拉白芙蓉 这么大的 学你就搁地上坐着 也真够可以的 有那么热吗 白芙蓉记得用力一甩手 你别拽我 要能起得来我 至于跟这坐着吗 我要不是脚崴了 我至于这么久 都不回去吗 算你有良心 还知道出来找我 原本我都坐好了 在这坐一宿第二天 全英将士 都发现 吉安郡主失踪的准备 白芙蓉此时此刻 真是万分感谢自己 摔那一跤石崴了脚 不然白泽这一关 还不好过呢 殊不知 两人一个硬着头皮骗人 一个却是心甘情愿被骗 倒也是一拍即合 白泽的心又揪了起来 在开口说话时 声音便轻缓了许多 她说 既然脚崴了 就更得我扶着了 不然你要是自己能起 何苦还在这坐着 来吧 她把手再次伸了出来 起来 我拉着你走 白芙蓉心中一动 好像寒风吹着雪花 她进了眼睛里 冰的眼睛发酸 她随意地在脸上抹了一马 大咧咧地抓住白泽的手 就要往起站 这一下 暂时起了起来 可试着走路时 就发现 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 她的左脚好像是肿了 胀的鞋子紧贴脚面 难受的紧 别说走路了 着地都疼 白泽看出她的不对劲 低下头往其脚下瞅了瞅 眉心便拧成了一个结 肿得像的馒头 鞋都要撑破了 她吸了吸鼻子 罢了 姑且让你占回便宜 我背着你走吧 白芙蓉知道 眼下不是逞强的时候 不说回去晚了 会不会惊动玄天明 单单那黑衣人刚走不久 万一再杀个回马枪 她的力气可就都白费了 于是点了点头 看着白泽背对着她蹲下身来 整个人毫不客气地趴了上去 白泽起身 还把人往上颠了颠 然后一边走一边说 真沉 平时也不知道都吃了些什么 怎么长这么多肉 人家都说 女孩子还是纤细轻盈一些好 你这样的 怎么嫁得出去 白芙蓉拧着她耳朵缓口道 反正姑奶奶没吃人 反正姑奶奶不嫁给你 你管我沉不沉 雅香里头 望穿一颗